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师释迦摩尼佛 拿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拿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辞 愿解如来真实义 请放涨 老师各位学长 阿弥陀佛 大家下午好 好 同学们 今天 會做一个 到目前为止 对于阿赖耶士 我们 所制一的体 就是阿赖耶士 会对于阿赖耶士做一个整理 或者说会对于阿赖耶士做一个 还没有讲完喔 阿赖耶士有六门 六门分别 可是这里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在讲阿赖耶士的体相 今天讲完 这部分讲完以后 我们要做一个整理 然后下面要讲抉择 就很容易了 其实我们早就抉择了 在讲阿赖耶士体相的时候 因为就是训习嘛 我们已经讲了摊等训习 和多吻训 所以同学应该很清楚 怎么抉择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先做一次的整理复习 还有课文的画重点 不要觉得 还要画重点好像很好笑 一点都不好笑 我在家里 不是画重点而已 我在家里都是 一次又一次 无数无数次的 用手啊 抄 抄斜 那个重点我都用 抄斜的 一遍一遍抄 后来你就会感觉 那个一遍一遍 不是抄在纸上 是抄在你的心上面 一遍一遍的抄 抄在你的心上面 念住是功夫啊 是下功夫来的 不会天上掉下来 你就念住了 没这种事 那个是功夫啊 念住是一种功夫来的 那我们这种方法 要整理要复习要画重点 这种 这是一个方法而已啦 它只是依据我们大脑的功能 大脑就是这样设计的 这是大脑的功能 我们一直大脑的功能 就是 就是知道要这样子做啦 好 所以今天 分成两个部分 今天的课前面一个部分 是在把我们体相门结束 还剩下一点点没有讲 所以要先把它结束 结束了以后 然后我们才做一个整理复习跟 画重点 好 那阿赖耶斯六门 六门分别 六门 同学不知道还记不记得 前面就是巨义和义门 已经讲过了 巨义就是阿赖耶斯 为什么叫阿赖耶斯啊 他的 为什么他 安立这个 阿赖耶斯 这个这个 他安立这个名是 为什么 就是因为阿赖耶斯 色长义 所以记着色长 色长 色长就变成 阿赖耶斯 非常非常 阿赖耶斯到底是什么 他只是一种功能 什么功能 你现在已经知道了 色长 然后 艺门呢 他除了阿赖耶斯 除了叫阿赖耶斯以外 有没有其他的名称 有 阿陀纳士和 星 所以你要知道 他除了色长以外 他既然还按订 其他的名称 表示他还非常重要 有其他的功能 对不对 所以阿陀纳士的功能 是什么 星的功能是什么 记住 跟你记住 阿赖耶斯的 是什么 阿赖耶斯是什么意思 阿赖耶斯的意思就是色长一样 阿陀纳士是什么意思 就是直持 那直持有两种直持 一个是分段生命的直持 就是我们叫做直持 直持这个分段生命 那另外就是一期一期一期的分段生命 连续连续 横转如瀑流 这个就是直取 就是结身相续 所以阿陀纳士讲直持有两个 一个是 一个是直取 这个阿赖耶斯的横转如瀑流 一个就是这一期的分段生命 直受这个根生 这个根生 阿赖耶斯跟我们这一期的生命 两个阿是不能分开的 一分开 我们这一期的生命就叫做寿终 这样子 好 所以命根的定义就是寿暖式 命根的定义 第一个讲 命根一定有一个长度 它是分段的 是一期的生命 所以它一定有一个长度 那个叫寿 这个寿已经 你生下来就决定了 它是仙夜所饮的 所以寿 暖 暖就很重要咯 寿你不知道阿 你怎么知道你这一期的寿命 仙夜所饮的寿命 只要你不胡搞乱搞 你就会活到那个时候 就这个意思 你怎么知道那是多少 你不知道阿 那暖呢 暖你知道 这个人是活还是死阿 看他有没有体温嘛 对吧 有体温就是还活着 没有体温 慢慢凉了 凉了 那个暖 离开了 他就是死了嘛 所以这是一个生命的象征 你怎么知道他有没有生命 那个生命的一个象征 就是暖 氏就是阿赖也是 受暖氏 氏就是阿赖也是 这样 好 这个是阿陀纳斯的意思 直持有直受和直取 直受是直受这一期的分段生命 直取就是那个结身相续 所以同学 你要所有学过的东西 你要能够活用 不是记住 不是被 这个名相 你被这个名相 我告诉你阿 没有用啦 这一辈子活过去就活过去了 没有用的 你要能够活用 就是会让你想到 既然生命不是这一期的生命而已 否则就不需要讲结身相续 那个横转如铺流 对吧 所以生命不是这一期的生命而已嘛 那假如这不是这一期的生命 你为什么对于这一期的生命 这么紧抓着 紧抓着好像他是你唯一的所有一样 不是很荒谬吗 有没有想到这个 所以这一期的生命 不管你说他是多少年 有的人五六十年就走了 有的人就活到八十九十一百 哎呀一样啦 不管你这一期的生命是多么 那个时间啦 是是多久 是是是多久 长一点短一点 一样啦 这一期的生命相相对 就是关带 关带那个横转如铺流 的结身相续来说 就有如一滴的海水 关带于大海 有生起来一点感受吗 有生起来一点感受吗 一滴的海水 关带于大海 你这样想想你就知道 其实 简直可以说是nothing啊 nothing 所以你这一次来 就是这一期的分段生命 你已经有了嘛 这是你现在唯一所有的 你这一期来 你这一期就是你得到这个果报生 来活这一趟 难道就是这样吗 糊里糊涂来糊里糊涂走吗 嗯 难道就是这样吗 难道就是这样吗 还是不管怎么样 这一期的生命 它都是人生难得 因为只有人生能够学佛 我们现在又听闻佛法了 真的是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 而我们 我们两个难哪 都得到了 你就要像这样一滴海水和大海 nothing 这一期生命就过了嘛 好好想一想嘛 有太多事情可以想了 对不对啊 太多事情可以想 我觉得 我自己真的是 觉得我不算是一个 我不管怎样我都不觉得我算 我算一个坏学生吗 不会啊 不会 我不管怎么想 南想北想 东想西想 我都觉得 我还ok啦 不是一个多差的学生 可是假如你们听到我老师怎么骂我 你们这边 多半的同学都 要不就是有来上课 要不就是在家里听老师 现在的法相中 对吧 对吧 成为是论 有吧 老师是在骂我啊 你能不能设想假如是在骂你 老师用那种话骂你 你会怎样 我告诉你 他骂了我 礼拜天骂了我 对不对 我 我 吓死了 我回家做噩梦 你能想像吗 你能不能想像 假如是骂你咧 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知道吗 问题是我觉得 我觉得委屈啊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这样骂我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很委屈 然后就想到以前他骂我骂到哭的事情 然后 我实在是有学到教训 但是他没有学到教训 你知道吗 我问他你 你还记得以前你骂我骂到哭吗 他不记得 冤吧冤吧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他骂我 骂到 我不知道为什么 问题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骂我 我想来想去 我不知道我错在哪里 很很委屈嘛 我不知道我错在哪里 你知道我有去问过简老师吗 搞不好简老师就叫我回去了 对吧 就不必那个 在这里被骂了 搞不好 我不知道啦 我是没想过我根本没想过啦 只是我觉得委屈嘛 那当初始作勇是他 所以我就去跟他讲 我就跟简老师说 说我老师骂我的事情 结果你知道简老师怎么讲吗 他说简老师说的 搞不好他也不记得 他也一样不记得 他也一样不记得 这些当老师的都这样 他也不记得 搞不好 我相信他是不记得 他跟我说 这么大年纪了 还有人骂你 是很幸福的事情 到现在我年纪更大了 十几年过去了 我年纪更大了 我的老师还说要骂我 骂就骂 还预先告诉我他要骂我 还预先通知我要骂你 骂到你出去走 走你走你走为止 可是他现在在 我可以告诉他 随便你怎么骂 也许照样会把我骂哭 但是我可以告诉他 想要把我骂走 门都没有 哪有这种事 要不看着办吗 看你要一直骂我 想要把我骂走 还是 你看嘛 我为什么要有你决定 我来还是不来 懂不懂 我干嘛有你决定 我自己决定 这个事情我人生难得 我佛法难闻 我自己决定 我怎么会有你决定 你要把我骂走 我就骂走 门都没有 知道吗 我回去一直给我自己做心理见识 不过其中最有用的就是 简老师跟我说的了 这么大年纪还有人骂你是很幸福的事 你不知道喔 你们真的不知道 我回去都真的一直 礼拜六 礼拜天骂完以后 我回去 一直都是在给自己做心理建设 晚上做噩梦 不知道会怎样 然后我容我啦 不不不 我我 我没有什么资格可以要求老师怎样 不过容我提醒老师一下 这是有直播的 而且有现场 就是除了现场直播以外 而且还是有现场录音下来的 所以你怎么骂 以前 以前还没什么可怕 现在真的是很可怕的事情 那简直就是五湖六海 你知道老师的学生五湖六海吗 四海 四海好 你知道有多可怕吗 你知道有多可怕吗 你就是哀求他啦 稍微 想一想 这五湖四海的 那就 我也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那就等着 等着看看会怎样啦 好 欸 学佛不是已经 已经 已经 已经是学佛 你知道要苦学的 算是辛苦的事情了 还要这样喔 还要这样喔 好 好 回到我们的正文 好 我们阿赖也是 讲完俱意 讲完义门了 那俱意就是色藏 义门是两个 一个阿陀纳士 刚才讲的直辞义 直受和直取 一个就是心 心就是积极的意思 积极我们说 积极极种字 积极极种字 积种字才能起现形嘛 好 所以这就是心的意思 好 然后体相门 今天要结束体相门 体相门里头分 体相门里头分 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政变安利 全部讲完了 第二个部分 坚缩余缘 我们今天就是讲 第二个部分 坚缩余缘 这个政变安利 已经长行的部分 全部讲完了 我们今天 讲宋的部分 宋的部分 有五个宋跟两个宋 五个宋我们也讲完了 今天讲两个宋 所以同学 请看一下你的 课本 告诉你一下 学着做科判 要不然的话 这个全部变成好像 降狐一样 一堆一堆 你的那个体系 这样建立不起来 好 顺便跟同学说一下 体系很重要 而 韦氏的难学 也是因为他的 体系很庞杂 可是同样这件事情 体系很庞杂 就正好是韦氏的 长处 是他的特色 也是他的优点 这是 学为是很 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特色 一个好处 就是他的体系 非常的清楚 所以事实上 是比较容易 学的 就是你有一个体系 把这个体系 搞清楚 你就该怎么想 就怎么想 思维的纪律 就很容易建立 没有一个体系 做一 你怎么建立你的 思维的纪律 所以同学 你不要让 人家说阿赖也是 不是阿赖 就整个维士 维士很 很难学 他名相那么多 他体系那么庞杂 你不要被这个吓到 这个反而是 学为是的 很大很大的 这个特色 他的长处 他的名相很多 所以他讲得清楚 他不是含糊龙筒的 每一个名相 都有他的意义在的 就像我们刚才讲 名相都有他的意义 色长 色长也是个名相 可是假如你明白色长的意思 你就知道了 你就知道了 他不只是一个名相 对不对 你就会非常小心你的 每一个现行业 就是当下的业 因为你的业 都会留下 熏奇在阿赖也是里头 就是所谓色长的种子 你这样懂吗 你不要把它当个名相来背 它是我们生命的实相 它哪是一个名相而已 然后讲了那么多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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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的你就打掉前面的 你讲前面的好像很清楚 讲到后面 忘了前面 所以你建立不起来你的体系 那个意思就是你建立不起来你的体系 假如你建立得起来你的体系的话 就很清楚了 知道吗 现在教你怎么建立你的体系 比如说 阿赖也是这个第三门 就是体像 体像门从哪边开始 从十五页开始 同学你翻开到十五页 好翻开了啊 从十五页开始我们讲阿赖也是的体像 然后一一 马上进到体像门的那个长行 他就立刻 立刻说安立此像云何可见 安立此像略有三种 一则安立志像 二则安立音像 三则安立果像 然后下面解释 何谓志像何谓音像 何谓果像 就是这样 你假如就是这样一直念一直念 而且你根本 你根本就是从十五页的导书第四行的下面 下面开始 对不对 那就表示他从上面 上面还是一门分呢 这样子一直连下来连下来 你连要在这个地方做切断 都不知道 你就一直这样念 你读诵的时候就一直这样读一直这样读 我告诉你啊我跟你讲 我不知道怎么怎么讲啦 所以你都要从操一遍的啊 不是 射大称论不是这样拿起来 就这样读诵 你是要从操一遍的啊 你从操一遍的时候 你都要用建立体系 就是科判 科判你都要从科判 你做好科判 然后文 诵文 射大称论就是这个 论文写在下面 你要从操一遍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很多我们以前在学 很多我们以前 很多同学 我们以前在学那个 佛说阿弥陀经的时候 你应该很清楚 那一定要从操一遍的 怎么操 按照科判嘛 然后每一个科判底下都有一个 经文 那现在就是每个科判下面都有论文嘛 你要从操一遍的 你这样子从头这样读 你以为你在读射大称论啊 你根本不知道在读什么 不是这样 你回去一定 这种功夫一定要做的 一定要做的 回去都要从操一遍 怎么操一遍啊 按照这样科判来操 好 安利此相的 安利此相 这个此相就是三相 三相 这里是在讲长行 在讲长行 长行的部分 所以长行最重要就是分成 先分三相 而三相就是 智相 因相 果相 这以前的长行 以前的科判都有 不是叫你抓虾 不可能 我绝对不会做这种事 以前我们前面的科判 都有 你自己 假如你觉得你自己有更好的科判 你大可以 自己做用自己的 可是假如你还 你还不会 你还没这个本事的话 你就参考我的嘛 OK 我也不是自己编出来的 我哪有这个本事 我也没这个本事 我是参考韩老的科判 韩清静韩老的科判 我跟你讲我今天 我今天的这个科判的每一个字 都是韩老的科判 韩老说 韩老的科判 韩老说 阿赖耶士的体相分成两颗 我就乖乖用两颗 体相门下面分两颗 政变安利和坚缩余缘 然后政变安利底下又分成长行跟送 那长行从哪里开始 就是十五页这里开始 知道吧 我们以前都做过科判了 所以我今天没有再写 我就直接只写三项 用我们以前做过的科判 这样懂吗 三项三项底下 那个科判很清楚 到最后结在两种缘起 然后今天要学第三种缘起 所以就不是两种缘起 就是三种缘起 今天的第三种缘起 第三种缘起在二颂里头 所以我们学完长行学颂 颂有五颂跟三颂 五颂上次讲过了 在学五颂的时候 同学们五颂的重点 我不要你们背五颂 我真的不要你们背 我自己就不背 可是你一定要背 背什么 种子六亿跟所熏四亿 符合这个所熏四亿的 只有阿赖耶士 所以阿赖耶士成为所熏 所以只要背这个就好了 种子六亿跟所熏四亿 为什么阿赖耶士是所熏 因为所熏四亿只有他符合 然后种子六亿 我用红的鞋你就知道 种子六亿 种子怎么来的熏息来的 熏息是什么 熏息是什么 熏息就是志向 就是阿赖耶士的 这里我们提向门所说三项里头的志向 自信向 就是熏息 阿赖耶士就是熏息 所以好两个了 刚才说阿赖耶士就是色长 还记得吗 才几分钟以前 阿赖耶士就是色长 有没有 现在说阿赖耶士就是熏息 所以你背起来阿赖耶士是什么 阿赖耶士是什么 色长 熏息 好 这里讲熏息 熏息 熏息什么 熏息种子 所以我们以前讲过 在熏息意里头是以种子为主 种子六亿 种子六亿 刹那灭国 具有横水转性决定 代宗元隐治国 这是元祺八亿里头 为什么至夜所做以后 就会有这个五云的世间 夜啊 夜是那个圣缘 圣缘 夜啊至夜所做 就会有因果的相续相似 是转 这是在讲四项的部分 他理的部分很难懂 非常难懂 就是离有情意 和离作用意 非常难懂 不过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解释 有没有 离作用意 这是总标中啊 没有叫你 没有叫你从这里下手 不可能 因为他是结论 他是中 他是结论 下手不从这边下手 下手要从 虽然离有情就是无我 这是结论 这是总标中 所以告诉 告诉同学一个 就是给你一个 hint 一个一直 为什么要学阿赖也是 缘起这么难的东西 尤其是圣生缘起 现在在讲圣生缘起 这么难的东西 是要你一直 朝着一个方向 去得到结论 所以叫总标中嘛 那个方向就是无我意 一切法无我 如是尊言 一切法无我 何等一切法 才开出来这些法 何等一切法 心法 第一个是心法 老师上课也会口误呢 他也有口误说 第一个是设法 有点高兴 第一个是心法 心法 心所法 才设法 心不相信刑法 无違法 这个叫五位白法 为什么在这个 排列的顺 一定要按照这个顺序 为什么这个排列的顺序 我不太 我在这里不太会有口误 为什么 因为我被他盯得满头包 你五位白法 五位你不能随便给他五位 你只要这个顺序不对 你就零分 你就全错 我被他盯得满头包的 所以我不会口误了 现在 为什么一定要背这五个 不能够顺序错呢 因为整个白法明门论的初体 他告诉我的 整个白法明门论的初体是 一切最圣故 与此相应 故 二所 二 这个二就已经叫设法了 设法是二 就是上面两个心法跟 心法就是心王法 心法跟心所法的现隐 设法是所现的隐 谁所现的隐 心 心所所现的隐 二所现隐 故 三位差别故 四所显示故 这就白法明门了 明相应处 这是白法明门论 出体 所以你去背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记得老师在教我白法明门论的时候 我跟你讲他教我白法明门论是一个教一个的 他就教我一个 他不盯我他盯谁 他不骂我他骂谁 现在全班同学那么多了 干嘛还盯我还骂我 我就不太想得通了 他可以盯小云啊 他可以 他可以 那么这么多人可以盯啊 他这么多人可以盯啊 他可以 干嘛盯我咧 而且你盯我干嘛 我背的一字不差 我只要背 有一个字错你就盯我好了 我可以跟你保证我一字不差 再来一次 一切最盛故 新法新亡 这八四啊新亡 一切最盛故 万法为四 他当然一切最盛嘛 一切最盛故 与此相应故 新所就是和新亡相应而已 二所现隐故 你看设法不过是什么 二所现隐 所以就是这里嘛 外种内为源嘛 二所现隐故 哦这个好难哦 这个真的很难 二所现隐故 三位差别故 心不相应刑法 只不过是心所和设法的分位 他具有这三个 具有这三个 分就是他都有一部分 分位 但是他又不是这三个 这个叫做心不相应刑法 然后无违法 使四所 前面四个所反显的 是所显示故 你只要能够遮掉前面四个 你就能够体会出什么是无违法 不是用明言叙述的那六个无违 用明言叙述的明言案例的无违法 他就不是无违法了 他就是有违法 他就有违法了 所以你要不要背 这是百法明文论出题耶 老师那天问的 好多同学讲百法明文论 那当然大家都没有讲到 讲到这里啦 是因为他们没有背老师这样 这样盯过啦 那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还没有开始学百法明文论 假如开始学百法明文论 你就知道 百法明文论里头最重要的 不是去背那一百个法 不是去背那五十一个心所 是要先背这个 整个百法明文论五位法的出题 五位法的出题 五位法的出题 再来一次 讲啊 一切最圣故 与此相应故 二所现隐故 三位差别故 四所显示故 老师怎么样 啊 没有不是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 你没有白教我 对不对 夸两句嘛 啊 什么 你说什么 我没听到 我以上背的是错的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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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叫你们背那么多次 完了完了完了 你要先背下来 连任何背不下来 连任何背不下来 还好还好 要先背 背了再说 所以不管他 先听前面一半 背了再说 好吗 好 背了再说 OK 人家说岩师出高途 他以前教我的时候 绝对是岩师 不是现在这么一副 慈美善目的样子 他以前教我的时候 绝对是岩师啦 人家说岩师出高途 高途我不能自己讲 我是高途嘛 我不能自己讲嘛 自岩师出高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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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股那个盐田自盐 不管了不管 盐我们吃的盐是结晶 这样子想也许还有一点点 可以安慰的地方 就是总是有 把渣值去掉才会有结晶 我不管了 反正不是我难搞 是他难搞 我觉得他难搞 怎么样他都不满意 好 所以这个 常好我们讲完了 三项同学 我们讲完了 等一下会总复习的时候 再从头来给同学画重点 然后后面讲完了以后 讲两种缘起 我们上一次讲过的两种缘起 分别自信缘起和爱妃爱缘起 今天讲第三种缘起 就是受用缘起 这样子 好讲完 然后我们进到宋的时候 已经在第十八页 十八页 讲完 字项音项果项 这个就是长行结束了 这样知道吗 你们知道 你们知道吗 科判 你回去科判要重做 那个科判怎么做 这样知道吗 然后下面进到宋 第一个五宋 五宋 五宋我们上次讲过了 讲过了 好今天 今天现在正说开始了 讲二宋 在十八页的最后一行 二宋 这样有没有 你这样子他就不会是 他就不是全部混在一起的 大杂烩一样 不是就非常 那个体系就出来了 我们用科判让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你同意吗 好现在五宋 现在是宋的二宋 五宋讲完现在讲 二宋 好二宋我们说内外种子的 内外种子的差异 异 有异 有异 你看什么异 异 好 内种外种当然 他会分内种外种 当然是不同的 可是就是 问题就是 他后面的深异 就是这句话 外种内为原 为什么 因为 由一笔熏习 这就是圣深异 而不是只知道 有外种外面三合大地 这些东西 有内种我自己的根深 不是这么简单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二宋就在十九页 两个宋 找到了吗 十九页第一行第二行 就是两个宋 好 十九页 好 第一个宋 外或无熏习 非内种因之 闻 等 熏习 无 果 生 非 道 礼 我们 有的有熏习 有的 没有熏习 其实熏习是什么 熏习是 假如不是有心事 我们这个心事 不是这个有心事 可以设常种子吗 你种子设常在哪里 我们对于我们来讲 因为我们有心事 可以设常种子 熏习的重点不是种子吗 你还记得刚刚才讲过吗 你知道我最 我最那个的就是 不知道怎么讲 怎么讲 就是我 我最不知道怎么办的就是 才刚刚学过 你们就跟不上 不是说上个礼拜 再上个礼拜 再上个礼拜 四个月以前 我们讲到现在已经讲五个月了 才讲 十一页到十九页 九页而已 这么慢的进度 你都跟不上 那要怎么办呢 真的要怎么办呢 你不要说是五个月你跟不上 因为虽然才进九页 可是内容很多了 而且很重很重了 就连我们刚刚才办 上课才半个钟头以前的事情 你都 我每次看你们的表情的时候 可是我一讲 你就恍然大悟的样子 那个样子又出来了 好我们讲到 虚习的时候 重点在种子 刚才讲过吗 然后讲到一熟的时候 才会有外跟内的分别 那种子的时候呢 也把它方便的分 外种跟内种 外种就是没有这种 没有这个心事的 所以外种没有熏悉 内种呢 非 内种就非非非 不是这样知道了 内种就有熏悉的意思了 外种没有熏悉 内种是一定有熏悉的 他说外种无熏悉 然后非内种因之 内种不是这样知道 内种你要怎么知道内种 怎么因之啊 内种一定有熏悉 就是这个意思了 这样知道吗 好 文等 他举一个例子 他举 我们现在几乎都 你应该很清楚 我们讲到现在 我们的重点几乎都是放在 菩提种子或者善根种子上面了 我们要熏悉 我们不再跟你讲那个贪等熏悉 讲那个干嘛 那个轮回业你会得很啊 我们现在要讲菩提种子 也就是善根种子怎么来 一定要念住来了 善根种子怎么来 所以讲他这里就直接讲文等熏悉 这样知道吧 为什么他不举贪等熏悉 我们不是前面讲两个熏悉 一个贪等熏悉流转到 一个多文熏悉要走转一环灭的 他这里直接跟你讲文等熏悉 他直接指 直接指那个 我们啊转一环灭啊 需要的文等熏悉 就是多文熏悉嘛 就是正文熏悉 那正文熏悉的所依一定是圣言量 没别的了 没有别的 正文熏悉的所依为圣言量 你知道 为圣言量 多文熏悉所依就是圣言量 如理作义所设 然后升起 是法是义的有见义言 这个有见义言是我们的 是所取是你知道吗 他还是是信 为是是信 这个以后入所知向 就是入为是信的时候 要背的东西 好 他跟你说文等熏悉 无 就是假如你没有文等熏悉 导庄句啦 这个玄壮菩萨翻译的 用印度的文法 印度的文法动词 他就是这样导庄句 他是这样 他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会说文等熏悉 然后无 就是假如你没有文等熏悉 先跟你说文等熏悉 你以为他要说要文等熏悉啊 菩提跟涅盘 这是两个果 我们学舍大乘论的两个果 彼果质和彼果断 对吧 菩提跟涅盘 彼果质跟彼果断 没门 不可能 果 这两个圣果 果生 非道理 不合道理 第一个诵懂了没 好 那底下你才会懂 做不做 失得 人家说为师 或者法相 为师法相 很难学 很讨厌 让人讨厌 就是因为这种句子很多 做不做失得 下面艺术啊 这火星文啊 可是这种句子非常多 所以你学一学就好了 你不要跟文字的表达 赌气嘛 你跟文字的表达赌什么气啊 你学会它不是就没事了吗 你懂我的意思吗 不要因为你不喜欢这种文字的表达 你就说你不学了 那你不学就算了吧 随便你 谁稀罕啊 好不好 做不做失得 他的意思就是 做就会得嘛 就是前面讲的嘛 你有 有做 就是有文等熏习 就会得嘛 你就走道地 就会得胜果嘛 不做呢 不做 假如你文等熏习 无 不做 果生非道理啊 不做就会失 做就会得 得失不是真的有得失 这个很重要 得失只是一个概念 什么概念 种子成就跟现行成就的概念 这是不相应刑法里头的第一个 不相应刑法里头的 24个不相应刑法的第一个叫做得 它是一个概念而已 然后他下面就讲 得是什么 得不过没有真的有 无所得 无所得 没有真的得什么 得只是种子成就 现行成就 我跟你讲 就我们这里讲的熏习义啦 现熏种 种生现 只是这样一回事 不管你得什么 你是得一个 我们这个杂染的五蕴事件 还是得一个正觉事件 都是这样 种子成就 现行成就 这是得 狮子是他的棺带面而已 所以重点是在讲得 怎么样会得 做才会得 不做就不得 做得 不做就不得 这样明白吗 多好啊 这么清楚 好 过故成相为 假如反过来 做会失 不做会得 这一定过 这种讲法一定 一定是过 是错误的 有过失的 和道理 正道理相为 好底下 我们说这个诵 最重要的出来了 这个诵啊 最重要的啊 前面都很简单 一听就知道了 重点出来了 外种内为缘 有比 由一比 熏习 这个是这个 重点 外种内为缘 由一比熏习 由一比 熏习来 熏习一定是内相虚习 就是阿赖也是 没有别的可以熏习 不要忘了 刚才讲过 所熏 是意 唯一符合的 就是阿赖也是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 老师跑掉了 唉 你知道他第一次骂我 把我骂到哭 不是两个人 他一个人教我一个人的时候 骂一骂就算了 哭一哭反正也没人知道 对吧 他是在我 带着同学 做 做那个 做讨论的时候 我们以前上课比较辛苦 就是我们以前的上课比较辛苦 就是除了有上课以外 还有讨论课 像我们现在叫做上课 可是我们没有讨论课 对不对 那以前是除了上课 还有讨论课 讨论课的时候也是一样 我还是一样这样 这样要讲 只不过是一直 讨论课比较会偏重在 画重点 复习 整理 然后叫同学 比较多的时间 给同学发表意见 我要听他们讲的 对不对 或者同学用写的 用写的 写成文字 文字 给我看 然后看了以后 我就会 我就会把同学写的东西 对 告诉他对 不对 告诉他不对 这叫讨论课 这样知道吗 他在讨论课的时候 就是这种讨论课 有两次 我在跟同学进行的时候 他当着同学的面 骂我 两次都骂到枯萎 一只 两次 你看他又不在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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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也没用啊 他 他只会说他不记得 就没事了 当然是可以这样当的 你看他又不在 你看 然后他第三次骂我是 我常常 不是常常 我以后不要讲了 我以后不要讲了 是我 才是觉得 这样委屈万分的那一次 他第三次骂我是 骂我混蛋那一次 你听我讲过吗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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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容易这些事情 都已经是 成风已久的记忆 然后 三天以前 就是礼拜天 上陈威斯论 他又说要骂我 这些 他说骂我 你不知道 我这些 我礼拜天早上上文课 我下午就 这些回忆全部 全部就跑出来 他又要骂我了 你试试看 你骂好了 我不是十几年前的我了 还哭 丢死人了 闹肿 这一次 应该是不会了 那有什么好哭的 对吧 他问 他说知道也要答 不知道也要答 会也得答 不会也得答 对不对 他是不是这样讲 他是不是这样讲 所以我还没有权利说 老师 我不会 或者老师我不知道 或者老师这个没学过 我还没有权利讲这种话 对不对 好嘛 既然这样我就讲嘛 反正只有两条路嘛 讲的对和讲的不对嘛 死不了的 没有第三条路 死人这一条路 没有这一条路嘛 就只有讲对跟讲不对 如此而已 谁怕谁呀 我都还在给自己做心理建设 你有没有发现 死不了人的 看着办 他第一次骂我 就是为这个 外种内为缘 由依比 熏习 这是社大串那里头 讲的比较清楚 那个时候我们讨论课 我用的不是这个文 我用的是 于且师弟论的文 那于且师弟论里头 其实讲的也很清楚 我这个 我旁边写的这个就是用 于且师弟论的文 就是外种 通常我们想到外种的时候 很多很多就是设法嘛 设法嘛 你说内种是熏习来的 你觉得没有问题 对不对 可是外种也是阿赖也是 也是阿赖也是 你会不会觉得很难失忆 对吧 外种 那于且师弟论怎么讲呢 于且师弟论 这个讲法是于且师弟论的讲法 于且师弟论说 他一直慢慢给你推 他说设法怎么来的 设法就是 所造 四大所造法嘛 那既然从四大所造的法 从设法的现行 就是一手果显现了 开始讲起 往前面推 设法就是这个一手 这个一手 这个这个现行法 怎么来的 往前面推 就要推到能造四大 是吗 从所造推到能造 对吧 推到能造 于且师弟论讲得非常清楚 不是直接推到能造四大的种子 他还先推到能造四大的 四大的现行 就是地水火风 然后再推到地水火风的种子 然后地水火风的种子 再往前面推 他说是内相续心 而内相续心就是阿赖也是 这是于且师弟论的讲法 没有这么清楚 外种内为原 由一笔熏息 可是于且师弟论的讲法 我现在 我现在比较 我现在 这不是十几年前了 我现在学得比较 就是比较 自己一直 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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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学习 慢慢慢慢这样 有进步一点 进步一点 这样子 我那个时候按照课本 我那个时候讲 我告诉你 我绝对不敢乱讲的 我哪敢乱讲 我完全按照于且师弟论的论文讲 就是刚才那样讲法 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绝对不敢乱讲 就是按照刚才那样讲法 从四大的所造设 就是已经设法一手显现了 开始讲 推到他的种子位 种子的现行位 然后就是四大的现行位 然后四大的种子位 然后往前面再推到内乡续心 内乡续心就是阿赖也是 我也是这样讲的 按照课本讲 一字不差 可是老师听我这样子讲 他就开始骂我 我根本不知道我哪里讲错 课本这样 我一直跟他说课本这样 课本这样 现在我现在回想起来才知道 他知道我没有 我只是在萧文示意而已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我只是把于且师弟论的论文 讲成白话而已 我自己并没有真的体会 我现在跟你讲 设法怎么来的 还是一样吗 他是四大的所造 那能造是什么 先要四大的现行 你要先推到四大的现行 然后再推四大的种子 这个都简单 所以我们不必再讲了 对吧 好 地生于水 而且他的那个种子位 不是水变生的 地生于水 水生于火 火生于风 风生于空 空生于四 这个都简单 重点就在这里 四又怎么生的 四根本无所有 为什么 因为他只是妄想 阿赖耶士只是妄想 妄想是什么 就是无名吗 就是颠倒吗 所以你就知道 我们是无名 我们一开始 整个萨尔元起的开头就是无名 可是经常跟你说无名无体 就是唯有业行 就是置业所做 才会有后面一连串的因果事 无名无体 它就是来自你自己的 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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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想的 想 颠倒吗 颠倒吗 妄想 你把这些职为石油 开始了 那个无名行 开始了 真的吗 那是你颠倒而已 你不颠倒不是就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都没有 所以我一直都要提醒你们 这个 这个 这个是没有办法一直解释的 是你自己要 真的去体会的 就是 那个念念相续 所繁显的 本来空极 你一定要去想办法体会 假如你始终没有办法体会这个 以后我不知道 至少这一辈子 你绝对不可能开悟的 你整本 于解十六论会背 整本射大尘论会背 你整本什么都会背 也都没有用 跟你保证你是不会开悟的 跟你保证你 你一定是轮回的 跟你保证你死定了啦 就是这个意思啦 你要想办法去体会 那个本来空极 想办法 你自己想办法 你抓到窍门以后 一点都不难 好容易喔 几乎any time 你要不就是念相续 要不然就是中断念 你只有这两条路 你还有第三条吗 你可以说我有念又没有念 神经病啊 你在讲什么啊 你要不就是念相续嘛 要不然你就 这个念中断嘛 断这个相续嘛 对吧 你为什么不在这边 你念相续 当然就是流转下去嘛 那不要讲了 你为什么不在这边 多思维一下 多琢磨琢磨 假如你中断了 你那个念 让它断相续呢 好好在这边想一想啦 所以你一定要 那养成一个习惯 任何时候你都可以 任何任何时候喔 二六十中喔 行住坐卧 你都可以回到安班念上 你知道回到安班念上 是对峙什么 对峙你的寻思心 这就是我们进行所缘说的 对于一个寻思行者 进行所缘最重要就是 与相秤缘 取你的所缘 一定要与相秤缘起 可是你 每一个人啊 会念念相续就是寻思行嘛 所以 所以他说一定要从相秤缘下手 每一个我告诉你啦 每个人都贪 所以每个人都要修不尽啦 真的 每个人都称 都要修慈敏啦 每个人都很严重的寻思 一天到晚在胡思乱想 所以一定要修安班念 这是安班念的所缘嘛 对吗 每个人都傲慢了慢了 所以要修戒插北关嘛 对不对 还由得你挑啊 还由得你啊 我只有相应什么 我跟你讲 你每个都相应 你每个都相应 贪真吃慢 你每个都相应 你哪一个不相应 可是佛告诉我们 佛本来啦 佛本来对他的圣地子的教导 以前都是多教不尽观嘛 因为我们贪欲重嘛 要修不尽观嘛 可是后来不尽观有副作用嘛 就是会很 想要急 急呀 就是很快的立刻 可以就立刻去的那种 波涅盘啦 有点断灭了 甚至于有的人 不惜用那种 那种 自杀是有 严重的造业 造恶业的 所以他甚至于 花钱请人家来杀他 你知道吗 都会 都有这种事发生 是真的的 有这种副作用嘛 所以后来佛比较 不那么 不那么 那么那么 那么就是以 不尽观为重 后来都是以安班念 为重 因为大家都胡思乱想 都寻思行 所以安班念为主 安班念最重要 安班念哦 那个不尽所言 他讲到很清楚 是对质寻思 寻思行者的 可是每个人都胡思乱想 每个人都寻思啊 你的寻思 寻思是一定要的 寻思好 寻思不是什么坏事 寻思是不定心所 他不是恶心所 他不是烦恼心所 问题是你不如理思维 才会变成是烦恼 假如你如理思维 你用的照样是寻思行 问题是你不如理思维嘛 他是不定心所 你知道吧 你们听得懂吗 好 所以对峙像我们这种 人人都一样 寻思行者 佛后面 就不那么讲 就是重点 不像在讲42章经的时候 重点全部放在不尽管 他的重点就比较 放在安班念了啦 所以要时时回到安班念上 回到安班念上 不是叫你正经八百 好了不起哦 我现在要做个什么 气质做法了 你们我要修个安班念 那你永远修不成 你的安班念要二六始终 行住坐卧 都能够回到 回到息上面 回到呼吸上 你才可能修成功 你知道吗 安班念的意思是什么 把你的心放在席上 这个意思是什么 为什么他是对峙寻思行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寻思都是攀缘嘛 寻思表示你一定思念了啦 思念就会散乱 散乱就会恶会 就这样子啊 你一定思念了啦 就是又这样 看到外境就直以为实了 无名相应处嘛 你看到外境就直以为实了嘛 这个叫做散乱 就是攀缘外境心造扰 心啊是一种 不安定的造扰相 这个叫散乱 散乱 散乱的业用 散乱接下来会怎样 就会恶会嘛 这是信业表哦 所以你假如不肯去背信业表 你就不去背好了 散乱的业用就是恶会 恶会就是颠倒剑 恶会就是颠倒剑 也就是不正知了 颠倒剑不正知了 所以到后来修行在干嘛 修行就不过正念正知而已 但是要常委做 那你要正念正知常委做 你一定是修远离的 你知道吗 你不要以为我们人人本具 如来智慧得相 哎呀 这个很坚固 这个很广大 人人都有各个不无 法性啊 法性当然是广大的 无边 他无相的当然就是 法性再广大 都广大 不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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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境界 我告诉你 在只要跟对成 你哪有法性 你只有境界 眼前的境界 你知道吗 哎呀你说 你怎么本具如来智慧得相啊 了不起 你了不起对吧 了不起对吧 你再了不起 你再这个本具如来智慧得相 你都敌不过你的习气 你那个本具如来智慧得相在哪里 在哪里 在哪里 完全被习气盖住吗 习气盖住吗 所以不要一天到晚把那个你那个 你那个 本具种 那个法性 那个巨生的我执法执 这种 这种 法性习气 巨生的我执法执的习气 你不要一天到晚 讲那个 我们每个人都法性生 哎这是真的 这是究竟的实相 你也不要一天到晚讲 我们本具如来智慧得相这种 你讲这种话没有用吗 是吧 你要很惭愧 就是因为佛告诉我们实相 究竟的实相是这样 所以你应该 惭愧到真的不行 他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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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再大 他再坚固 他再广深 像大海 像天空 像什么 像什么 都敌不过 敌不过什么 都敌不过你的习气 敌不过你跟对成的时候 所对的境界 所以你一定要修远离 你自己想一想就知道了 你一定要修远离嘛 你怎么对 你怎么对付这种情况 就是你跟对成 你就那个啦 你处所处 什么 跟成是处 处处处处处处 就受享私爱 到爱下面就是受用缘起了 前面这个已经是第一种缘起 第二种缘起讲完了 爱就要造业了 造业你就要受果报了 两个果报 两个一手果报 一个受用的气界 一个受用的根深 这个叫受用缘起 两个艺术果报 你就要到艺术果报了啦 第三个受用缘起了 到受用缘起 我跟你讲已经是 完完全全你就是受用好了 该苦你就苦 就是这样子 已经完全 完全没有办法 你不要等果报线 你定业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办法了 知道吗 你们会这样 会想吗 整个法医都是串在一起的 你就很清楚 你真的很清楚 从分别 这一切都是你的那个无名 你看不到你的那个无名 你想要看得到你的无名 你就不无名了嘛 你就看不到你一见 你就 哎呀见到什么 你就完全无名了 你用的都是 就是这样啊 你用的就是这样啊 你用的都是 阿赖耶士起现行以后的转世了 你根本 你根本法医完全生不起来 就是没有念住 没有念住 那个就是无名 无名相应处 所以假如你这些事情不知道 就叫做修行无知 第十九个无知 于修行无知 修行无知 所以我们虽然说十九个无知 从第一个因开始讲到果啦 第一个无知啊 三世 过去现在未来 三世新 的无知 这是最那个的那个 那个无知啦 可是你不要从这边下手 我保证你啦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 可以思维这个事情 好不容易有一个霍金 Steven霍金啦 写了一个时间简史 你也看不懂啊 我保证你看不懂啊 而且就算是这样 就算是霍金这么清楚的写 时间不是真实的 时间简史 给我们看 他也一样 破不了 时间像啊 过去现在未来 他知道那是假的 他还是一样破不了啊 那个不是下手触啦 你不要一天到晚去思维那个 那个不是下手触啦 下手触你要回到最后一个 于修行无知 就是触触无知 触 在触 三合约触的触 这个地方触触无知 在触触无知 这个叫于修行无知 什么是触触 内六触外六触 十二触 什么是触触 什么是触的触 就是十二触啦 内六触外六触 唯师修止观的观 唯师啊 这个是最重要 唯师的观能就是十二触观 内六触外六触 所以我又写了一个六八十二 内六触外六触 内六触外六触 相对了以后 你四生起来 四生起来 这个才叫缘起 这才叫缘起 你说不对啊 外面那个叫缘起啊 外面那个缘起 外面你怎么知道 外面有缘起 不管怎么样子讲 不管怎么讲 外面有没有 有啦 因缘果建立啦 但是他无相 这个连现在科学 都已经讲得很清楚 他无相 所以对你来说 相的生起 都是式的生起 式的生起 外面有没有 外面有没有 说老实话 我跟你讲 关你屁事啊 外面有境界也好 没有境界也好 都要等到你的 是 生起来 才有所谓 境界 不管他有还是无 才有所谓 境界 都要等你的 是 生起来 你不要一天到晚 讲那些 那些 所以为事 为事是不探讨 他不把重点 放在本体论 那个有没有 那个有到底有没有 无所谓啦 有也好 没有也好啦 都要等到你的 是生起来 才分有无 所以说万法为事 所有一切都是你的 是 万法为事 那个是的 是意显现而已 这个是意显现 我们叫做 是变 为事三十诵 一开始就讲 是变 是变 是生变 是意 有情 我 即 了 你这个慢慢 一直去 含涌在心里头 慢慢 你就会知道 是是怎么生的 是当然是因缘生的 他是一塌起 否则怎么会说 掩饰九缘生 二十八缘生 不拉不拉不拉 是怎么生的 葬因托缘生的 一托 重缘生的 葬因托缘 对吧 所以你不要 不要 不要一直那个 那个 重点是 你 你 你一直分析这个 没有用 为什么你知道吗 你当然要知道这个 但是问题是 你过不去的 不是这个道理 一塌起道理 不是 你过不去 你让自己过不去的 都是那个 婉然有 就 像是有嘛 对吧 那个叫婉然有 于是的 为是的专门理想 那个叫做 婉然有 如换有 或者说 假有 你过不去的是这个 跟那个缘起的道理 根本没有关系 缘起的道理 你知也好 不知也好 根本无所谓 它不会让你烦恼 不会让你 哎呀好苦啊 不会让你一次一次的轮回 你不是在那里轮回 你是在果上面 果 这个一塌如幻 这个果 婉然有的果 假有 你是在这个上面 过不去 你过不去 真的过不去 你一见 一见你就分别了 分别你就执着了 所有这些都是妄想 所以我们说分别执着妄想 只有这个 没有别的 只有分别执着妄想 没有别的 分别第六诗 执着第七诗 妄想 第八诗 这样就生起来 宇宙 人生 这个世间 这个五蕴 生灭法 就是分别 执着 妄想 分别 第六诗 执着 第七诗 妄想 第八诗 可是分别 第六诗 自己不会 直接 他就分别 我们一天到晚 对的都是 都是眼对色 耳闻声 都是五根对 五层镜 五根对五层镜 然后才生起 第六诗的分别 所以这个分别是 前六诗一起做 一起做的业 但是会分别的 肾功能是 第六诗 你这样明白吗 前五诗是不会分别的 你什么时候才会像我这么熟啊 那多好啊 多好啊 真的那多好啊 我跟你讲 其实我心里很有把握 老师不管问什么 我都答得出来 以我现在的程度 只不过我答得好跟不好而已 那有什么关系 我还是学生啊 学生就是有这个权利啊 对吧 假如我达到尽善尽美 我达到尽善尽美 我坐在那里干嘛 我当佛去了 是吧 你有没有发现 我真的很会心理建设 要不然这日子还过不过吗 我还要再想一想 老师当然有骂人的权利 这没办法 学生呢 他有骂人的权利 但是我有转念的权利啊 对吧 对吧 你要转念 你要会转念啊 所以你多多少少 是要有点功夫的 你没功夫 你怎么转念 你同意吗 这个我还有点功夫 这个外种内微圆 这是这个二圆的重点 由一比虚习 这样 还是阿赖也是 阿赖也是 那个你自己要常常去体会一下 本来空极念念相续 念 37道瓶的 那个体 就是一个念 37道瓶就是道地嘛 也就是说 所有修道 体 那个体都是在念 所以不要忘念 要正念住心 念 要念 假如你 你常常连自己思念了 也就是忘念了 都不知道 那你就是在轮回道上 就是这样 而思念的结果是什么 思念散乱而会 就这一条路 好 我们 到这边为止 五个约 五个宋跟两个宋讲完 下面 复赐 看到没有 第三行 19月第三行 复赐这边开始 看到了没 复赐这里开始 就是 就是 这个地方 科判的第二颗 坚缩于言 坚缩于言 这里 坚缩于言 写在这里 你回去都要重操一遍的啦 论文你要 你要重操一遍 在这个科判下面 重操一遍 那坚缩于言 从哪里开始 就是从 这个第三行 复赐开始 听不懂的举手吗 听不懂的举手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 从这边开始 我们要 进到 长行讲完了 五宋二宋都讲完了 现在开始 要第二 坚缩于言了 第二了 好 复赐 其余转世 那其余转世 我们通常讲转世 有两种讲法啦 一个六转世 一个七转世啦 这个第七默纳 他通情本 所以都可以讲 他通情本 第七默纳 第七默纳 他前面通情 就是第六意思的根 第六四的所一啦 他又通本 本本本本本本 本就是阿赖耶士 本就是阿赖耶士的直常 阿赖耶士不是有能常所常 直常嘛 就是阿赖耶士有 设常这个种子 然后 这些种子提供 提供了一个功能 就是哎呀 里头种子什么 记忆啦 我告诉你啦 记忆啦 然后就提供 我们每个人都做这种事情 我记得什么 我记得什么 我记得 我记得 那就是我啊 那些事情不是充分证明 有我吗 假如你还不相信 我就把照片拿给你看 你就把那个当成我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第七莫纳是 直常的功能 懂吧 所以第七莫纳通前通后 他也就是他通情本啦 所以这里你说六转式 说七转式 都可以 看你怎么说 父字 其余转式 普于一切字体诸去 因之说明 能受用者 这是我们 今天说语言里头的 第一个小科 能受用者 好 因之说明 就是这个 能受用者是什么 阿赖耶士是你的根本所一 阿赖耶士起作用的时候 你就叫做能受用者 不是真的有受者 就是阿赖耶士 阿赖耶士起作用 你的七转式 或者六转式 七转式的作用 让你觉得 我在受报 这是一个能受用者 你这样听得懂吗 阿赖耶士怎么来的 耶来的啦 所以作者是耶 受者呢 受者就是这个啦 这个义熟啦 因之说明 能受用者 好 底下举经证 他是论 如中边分别论中说 嘎达约 又讲了一个嘎达 一则明元是 第二名受者 始终能受用 分别推心法 一则明元是 第二名受者 始终能受用 到这边都很简单 就是前面再讲 能受用者 后面分别 推 跟心 这几个法 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 前六诗 第七诗 第八诗 或者你把分别指给 圣公用的 第六诗也可以 第六诗 第七诗 第八诗 就出来了 这样可以吗 一则明元是 这个元是 第一个 阿赖耶士怎么来的 阿赖耶士就是元是 就是你做了业以后 那个业的后势力 以猪业为元 其实就是 一切杂染贫乏的现行 圣公能就是 第六诗的分别 以这些猪业 作为元 就有阿赖耶士的 色肠种子 阿赖耶士就这样出来了 这前面讲过的 一则明元是 第二名受者 阿赖耶士他又会 一手 所以他就是受者 他自己又是受者 始终能受用 能受用就是这个功能 分别推心法 就是六七八 或者说前六 第七第八诗 就是这样 这整个就是这样 如是 二是 耕乎为元 这个寄送 这个寄送不好寄 我是不寄这个寄送 我寄下面那个寄送 诸法于市场 事与法一耳 更户为果性 异常为阴性 我记这个寄送 这个寄送 这个十九页的寄送 等于是结论 他跟前面我们学过的寄送 完全一样 但他很好记 诸法于市场 事与法一耳 更户为果性 异常为阴性 这不就是在讲体相的自性吗 然后自性是什么相 因果相 他怎么来的 就是这样 而且是先有果性 就是杂染贫乏的现行 对不对 杂染贫乏的现行 杂染贫乏的现行 那个结果就是种子 就是有种子 种子 然后种子又是当来 当来 当来就是以后要一塌起的因 所以 它是果性 又是当来的因性 它是前面那个 一切杂染贫乏 现行以后的果 又是以后 以后的当来的 一塌起的因 这个诸法于市场 事与法一耳 你只要读这个 你看你就会觉得 诸法于市场 万法为市 事与法一耳 假如万法为市 万法归到市里头 没问题 那么你自己问一下 万法归一 那个一就是阿赖也是 一归何处 你不要去乱讲一起 你根据这个一归万法 一还是一样 显现在万法上 不要随便去乱讲 一归什么一心啊 那一心又是什么 一归什么什么 哎呀 我们学为市的不这样讲 我们学为市的讲东西 都是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万法归一 那个一就是阿赖也是 然后接下去就很清楚 那一归何处 那阿赖也是归何处 归万法 阿赖也是在万法上显现 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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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杂染贫乏的现行 又变成是 射藏在阿赖也是里头的种子 是不是 是不是在辗转 这个因果是不是一直相续了 有没有 所以这一句话 我这是 这个是我 到最后我都是用这一句话来背 背什么 背前面的 比如说 前面 比如说前面 背前 十五页 你看十五页 体相门一开始讲 三项 他就说 他就说 阿赖也是 从智相开始 为一一切杂染贫乏 所有熏习 为比声音 由能设此种子相应 此中安利 阿赖也是 音项者 前面那个是智相 然后后面 智相其实包括音项和果项 他后面又分开讲 此中安利 阿赖也是音项者 为其如是一切种子 阿赖也是 于一切时 于比杂染品类诸法 现前为音 这是当来的 这不是前面的杂染品法 前面的杂染品法 现行了是留下种子 然后种子又是以后的杂染品法 现行的音 这是两个不同的杂染品法 你这样知道吗 你不要分不清楚 好 那下面讲果项 此中安利 阿赖也是果项者 为其一比杂染品法 无始时来所有熏习 所以才会有阿赖也是 相续而生 你看 这句话 这句话 这句话也是要背的啦 可是他毕竟是比较 感觉复杂一点 你用这个 诸法于世上 试于法育儿 多好背啊 他前面讲的就是这种 跟户 就是这个意思 跟户为果性 异常为阴性 好 这个十五页讲 三项是 就是这一句话 然后你再往前面呢 再往前面一开始 我们一开始讲 所知一分的时候 十一页就在讲这一句话了 就在讲这一句话 由舍常诸法 一切种之事 顾名阿赖爷 圣者我 开示 然后底下 那为什么 父何缘故 此事说明阿赖爷是 一切有生杂染贫乏 于此色常为果性故 又及此事 于彼色常为阴性故 事故说明阿赖爷是 同样 这句话的意思 跟那个一模一样 诸法于世常 事于法亦耳 更护为果性 异常为阴性 所以我一开始 跟你们讲的时候 就叫你们这一句 现在才出来这一句 这一句 这一句 这个很容易背的 你别 这个诵很容易背 这一句一定要背出来 前面那些难背的 没关系了 你这一句一定要背起来 诸法于世常 事于法亦耳 更护为果性 异常为阴性 慢慢慢慢 那个事业果三世的辗转 启用不停 又轮回 五蕴四间 轮回 就是这样来的 轮回怎么来的 五蕴四间怎么来的 就是这样 事业果 事 种子 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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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你慢慢 你要慢慢来 不要像我讲这么快 可是到后来 连我现在讲的 我都不耐烦 我在家里头思维的时候 每些东西每天都 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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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个念 一念起来 一个念著而已 好 通常 很多人 在学所谓的什么什么 因缘所生法 我说既是空 像这一类的 因缘 因缘就把它背成四个缘 亲因缘 真上缘 所缘缘 等无间缘 这是四个名像 这哪是 这哪是什么因缘所生法 因缘所生法是在讲缘起 缘性缘起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要结束了 我们都没有讲这四个名称 有没有 你发现了没 可是你完全了解这四个 而且不是背这四个名像 你是了解他在讲什么 好底下 底下 这四个名像要出来 底下 底下就是四缘料解 这是 这是我们坚缩于缘里头的第三小科 四缘料解 从这边开始 会分吗 从19月第三行 复次这里开始 坚缩于缘 然后坚缩于缘下面 第一颗能受用者 对吧 你就这样子 就这样 就这样 抄这个 其余转世 其转世 普于一切字体诸去 因之说明 能受用者 就是我们底下 要讲的第三种缘起 受用缘起 那什么时候这个缘起 什么时候这个缘起 就是何时 在何时这个缘起起来了呢 在处的时候 处 跟对成 那个处的时候 因为跟对成 假如有作义 你就会 士生起来 三合约 处 处 所处 就是受用缘起 你慢慢要习惯 假如修止观 你会一直看到三法 处所处 就是能处 所处 和那个处 那个动词 能处 能处 所处 一定有一个处 全部 你要修止观 一定要养成这个习惯 慢慢修止观 那你就会 熏 能熏 所熏 熏起嘛 缘 能缘 所缘 缘 有没有 取 能取 所取 和取 这样知道吗 都是三法 一定三法 那个所取啊 都是幻象 就像那个 燕 燕 燕是幻象 记得吗 明灯玉 燕 燕柱生骚 那个燕 那个是幻象 只有什么 只有柱 种子味 种子 种子 种子相续 跟烧 就是燕 做燕 置燕所做 然后后面起来的 那个燕呢 那个是果 那是幻象 三法 每一个都是三法 协议也是一样 协议讲的是燃 能燃所燃 喊个燃 去燃 能燃所燃 跟燃 你去燃 所以要修远离嘛 不要一天到晚去燃嘛 不要一天到晚去燃 什么时候你们才会有这个习惯 嗯 这就是修止观的习惯 一定要先止 停下来 心 修安斑 很快就会停下 你会越来越快 停下来 不往外攀缘 停下来 看自己内道场里头 好 这叫与且相应 内道场 好 然后下面他又有一个寄送 这是第一个 能受用者 然后第二个 如是二是 耕乎为原 这是第二个 耕乎为原那一颗 然后耕乎为原 这个计很重要 然后再下来 就是第三颗了 四料解 四料解 四元的料解 从这边开始 若于第一元起中 第一元起是哪个元起 分别自信元起 分别自信元起 就是讲 阿赖也是元起 诸法于四常 阿赖也是元起 如是二是 互为因原 阿赖也是是怎么缘起的 诸法于四常 诸法跟阿赖也是 我这边又诸法跟阿赖也是 互为因为原 都是诸法 阿赖也是 诸法设常在阿赖也是里 叫做种子 阿赖也是又起线形 要代元起线形 起线形又是诸法 这样知道吗 我们通常用第六意识 是代表诸法 因为这是诸法的盛作用 我们新的盛作用 就是分别才会有诸法啦 所以通常我一直在用那个第六意识的符号跟第八识的符号两个辗转 第六意识什么时候生起来 处啊 处心所生起来 第六意识什么时候生起来 处心所 就是三合约处 跟对臣作义 要跟不坏 那要进戒线现前 要能生作义 正起所生之事 方乃得生 你是连做梦都是在讲这些东西的 要熟到这样 要熟到这样 而这个还算定之量而已 没什么了不起 它只是定之量 所以不管怎么样 假如你们只是把这个课 当作是来听一听啦 你一个礼拜反正听很多课 多听一个 也无妨啦 反正你觉得在家里 有点无聊还是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 所以你就来把你的时间填满 然后就把这个时间用这个填满 这个时间在上的课还真的很少吧 好不容易啊 有一件事情可以做一做 你就来 用来填你的时间的话 当然我不能赶你走啦 这是简老师不许的事情 你看我的表情 你就知道我心里怎么想的吧 何必呢 你还不如去吃一点好吃的 那个比较有受用延期 受用延期会 有苦有乐的 那个叫受用延期 你吃点好吃的 觉得好幸福 去逛街觉得 心里头不寂寞 跟人家喝个下午茶 聊聊天 或者运动一下 你觉得出一身汗很过瘾 那个都是受用延期 比在这里好吗 你就直接去嘛 受用延期嘛 去找一点乐子嘛 何必在这里干嘛 因为 不会有用的 你知道要种子啊 这种菩提善根种子 哪是那么容易 哪是那么容易有的 你还记得吗 要有圣公力方成种子 第一个 圣公力 第一个 顾思业 第二个 硕硕窜息 第三个 猛力的意乐 意乐意要都可以 你才会有这些 这些种子 哪是这样听一听 就会有的 这样听一听叫做 gong 然后呢 with the wind 听一听 你这样听一听 反正 不会有三根种子 不会成就熏悉 所以你还不如去听 现代的那些 属于科学领域的 也同样讲这个 我跟你讲 同样讲这个 比如说 我举一个例子 你有听过 deconstruction吗 解构 deconstruction 解构 解构是很有名的 很有名的 很有名的 在 这是现代科学里头 一大堆 这种那种这种那种里头 比较属于后现代主义的 解构学 解构学在讲什么 他就说 所有你知道的 比如说讲范围大一点 我们这个世间 是一个五韵的世间 就是很多很多组成的因素组成的 你把这些组成的因素先找出来 你自己的生命或者你的生活是怎么组成的 你把组成的因素找出来 这个叫结构 construction 他会有一些组成的 他会有一些组成的 比如说你的生活是怎么组成的 很可能是你的婆婆 你的老公 你的小孩 结果这些你的老公 你的小孩 你的 我刚才讲 还有讲什么 老公小孩 婆婆 是你现在严重的忧郁症想要自杀的原因 我只是随便举例 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这个叫做结构 construction 然后这个找出来 你才能够 de construction 把它解开来 结果就发现 他这么严重想要自杀的 这个 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他的 婆婆 最严重是婆婆了 我是说那本书 那个电影 婆婆了 婆婆 然后老公跟小孩 主要是婆婆了 这个现在 以现代 现代这个 这种例子 还是很多 不过古时候不是更多吗 我们身在 中国这种这种 这种文化 不是 不是更多吗 你假如是三代同堂 必定是这些因素都有吗 好 那deconstruction的意思就是 要先把组成的因素找出来 然后你要把它解开来 你必须 解开来不是这样可以解开 这样是解不开的 解开来必须颠覆 你原来有的想法 或者叫做价值观 比如说 假如婆婆是 所有这些 那个基本的原因 是婆婆的话 有另外一本书 很有名叫做 媳妇的辞职信 她 立刻写一封信 给她婆婆 辞职 辞什么职 辞掉我媳妇这个角色 辞职 怎么样才能够辞掉这个媳妇这个角色 她写了一封辞职信 我们不讲这个故事了 我在以前我礼拜六的班上是讲过很多次了 太震撼人心了 我不是说每个做媳妇的回去都要跟媳妇写辞职信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叫你看到 看到construction和deconstruction 你要把你为什么会造成现在这种情况 一定有很多你最重要是基于传统的观念 所造成的我们叫制约 明白吗 限制住制约 可是我们在那种传统的文化底下 就偏偏看不到它 这个叫房子里的大象 the elephant in the room 这都是很有名的那个后现代主义的理论 你不如去学那个 你还觉得有 好像立刻可以用 而且听得懂 你学这个呢 看来看去好像不知道怎么用 还不见得看得懂 是吧 我想佛法远远超过这个 因为这个都是世间法 我刚才讲的这些都世间法而已 佛法了不起 是了不起在它的初世间法 可是它可以用在世间法 你懂我的意思吗 佛法真正的价值是在它的初世间法 但是它都可以用在这些世间法 那你初世间法 不是有个初世间法可以学 没有初世间法可以学 是世间法 我们认为的世间都是颠倒剑 你只要不颠倒 也就是说我们认为的世间法都是无名言行来的 你只要不颠倒 就出世间了 所以你要在什么地方学出世间法 还是在世间 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觉 你还以为真的有一个初世间法 这个我们又叫隐阴 你看就两个阴两个果 这叫阴 然后于第二缘起中 第二缘起就是分别爱妃爱缘起了 于第二缘起中 富时何缘 叶 第二缘起是叶缘 它是最殊胜的缘 叶缘 这是声音 会让你流转声起来的声音 然后再下面 如是 现在到六四了 就是已经现行法了 六四现行法了 杂染凭法的现行了 如是六四几缘所生 这个就是受用缘起了 几缘所生 增上缘所缘缘 等无间缘 你看这个已经是到受用缘起了 已经是这个五云世间的受用 已经是一个受用根深 一个受用器界 都已经有了 你看这个里头 它讲了 增上缘所缘缘等无间缘 你在这个地方 要稍微 亲缘 为什么这里不讲亲缘 亲缘的那个无名 那个无名 无名根本无体 那只是你的颠倒心 妄想心而已 它怎么来的 分别执着来的 分别执着的妄想心而已 回去自己想 不要背这几个 亲缘是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什么缘什么缘是什么东西 你背那个名相是没有用的 没有用的 这个地方除了 最圣缘是 是那个了 爱非爱那个业缘 那是最圣缘 可是你受用也是 增上缘 苦的 你会想办法避免 热的呢 你想要再受用 再受用 所以我们都会 趋热而必苦 是不是这样 但是问题我们无名 颠倒啊 我们把不是乐的当成乐 我们把不是乐的当成乐 吃吃喝喝这些事情 不是乐的当成乐嘛 对不对 这种时候 还是小心一点 比较好 因为现在这个困难的时候 还没有过去嘛 所以假如不去KTV 就不要去KTV嘛 因为万一 这些死的人 真的好冤枉哦 你万一碰到一个 不负责的业者嘞 谁知道呢 你又不知道 对吧 对吧 你先碰到不负责的业者 然后又碰到 不负责的政府 那个检查的单位啦 他们一定也要负起责任的 是不是这样 但是最重要还是 你自己保护自己嘛 最重要还是 你自己保护自己 你碰到了以后 再来究责都晚了 来不及啦 来不及啦 这都受用缘起了 你受苦还是受乐 这增上缘 会让你重复那个行为的 会让你重复那个行为 就是重复爱非爱的行为的 是你的受用嘛 听得懂吧同学 这增上缘 所缘缘呢 所缘缘更是你的受用缘起嘛 所有 所有你的所缘 你不要以为 你不要以为你的所缘在外面 你的所缘在心里 所缘境都在你心里 离心是没有所缘的 你这个应该听得懂了 都是你 事 生时 代彼 相起 所有你的所缘都是 一言境 应该听得懂了 然后一言境 这个 这个 这个一言是念念相续的 等无间缘 所以不要去解释名相 要知道这个名相是怎么安利的 唯有语法 假想安利 那你为什么会语法 假想安利 因为有 唯有诸业 极果 一首 你修止观都是在这两个 唯有诸业 极果一首 这个是指事情的事 因缘果建立 然后这个事情有了以后 你怎么样 怎么样 唯有语法 假想 安利 那个想就是迷言 都是迷言 假想安利 一直都是 明跟事的关系 自己想明白就好 如是三种缘起 为穷生死 这阿赖也是缘起啊 唯有阿赖也是缘起 才可以讲穷生死 爱非爱去 好 这第二缘起了 爱非爱去 到你喜欢的 如意的 或者不喜欢 不如意的 去 照业 假如是定业的话 那就已经 那个去啊 就是五去六道 那个去 三界六去 那个已经定业了 只是还没显现啊 还没显现 爱非爱去 即能受用 果 果生起来就是能受用 受用缘起 这第一 第二 第三缘起 具有四缘 好 到这边 结束 结束 如是以安利 阿赖也是 阿赖也是 一门 即 向 体向 到这边结束 结束第三门了 然后 负 云和之 如是一门 即如是相 决定 决定为在 阿赖也是 飞于转世 由若远离 如是安利 阿赖也是 下面要讲的 决责就在这边 扎染 清净 你是 你是要 决责 要走扎染 这个三扎染 这个流转道 还是要走 清净 这个转移 环灭道 所以从这里开始 赴 云和之 这里开始 就是第四 阿赖也是 六门的 第四门 决责 门 这一门很长 可是不难 最难的 我们讲完了 下面就都是 下面要一直讲 一直讲 一直讲到 二十六页 从这个十九页 讲到二十六页 讲到二十六页 决责门结束 你们都已经写好了 我以前就告诉你们 第几页 第几页都讲了 然后从父次 这里开始 第五个 差别门 然后到最后 二十八页 是第六个 信舍门 无父 无忌 信舍门 就结束了 阿赖爷 阿赖爷 所之一就是阿赖爷 阿赖爷是 就是所之一 讲到这个世间 怎么有的 阿赖爷是缘起 轮回 轮回怎么有的 阿赖爷是缘起 可以转一环面吗 可以 怎么转一环面 阿赖爷是缘起 你知道吗 你知道我们这个 为事法相中 我假如 我假如跟你们说 好到不行的话 老师会说 老师又会说 我自信贱 我基本教义派 随便他 可是真的好到不行 为什么 我讲理由给你听 为什么 你知道佛法 一般来讲 佛法不是信中 像中两中吗 对吧 印度传来的佛法 他就只有信中 像中两中 没有第三中 然后有就是中国的自己 中国人自己搞的 通常我们 那什么是信中 什么是像中 通常我们就会把 信中和像中 当成是空和有二中 对吧 信中是空中 像中是有中 有没有 我们通常用空有 来说信像 有没有 那是因为你没有学阿赖爷是缘起 你才会这样讲 假如你学过阿赖爷是缘起 像现在 你就不会这样子分 因为像我们像中 我们法像中啊 我们学到现在阿赖爷是缘起 你会觉得他是像中吗 还是他是信中 你会觉得他是有吗 还是他是空 假如你还会这样子分两边 信和像打成两边 空和有打成两边 那你这白听了吗 你白听了 我没有白讲 我很清楚 你就白听了吗 你就完全白听了吗 所以我们不是讲 为是法像是为是中道义吗 从头到尾都是中道义 他讲空讲有 不是叫你打成两边 是叫你如实之空 如实之有 你记得 辩中辩论吗 为是中道义的辩中辩论 有无及有故 有有也有无 无就是空啦 都要讲得清清楚楚 是则气中道 不是那种讲法 哎呀 讲空就不是有 讲有就不是空 那你两边都错 你讲的两边空和有都是错的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通常我们这误会很大 我们不但是这样子分是错的 有中空中 或者是信中像分是错的 我们还把空中是什么呢 那个代表就是龙树的中论嘛 中论百论十二门论 代表就是龙树 龙树的中论 我们通常就是讲 哎呀 这就是空 空 然后假如是讲 讲这个 这个 我现在是说 假如是用印度佛法的名称来讲的话 他就会讲中观跟于且啦 不像我们讲信中像中或者空中有容 他讲中观跟于且啦 中观 中观就是那个 龙树菩萨中论代表嘛 就是 就是讲 般若啦 般若 用般若 用这个名称 对 用般若 这个 这个中观在讲什么 讲般若 般若空会 般若 这个是 比较正确的名称啦 不要假我们中国人自己 那种汉传佛法的那个名称 般若 在我们维斯里头 也是一天到晚讲般若嘛 要般若嘛 以般若般若密 入诸法识相嘛 不是吗 要不然怎么入诸法识相 以般若般若密就是所谓的政治嘛 相名分别政治 真如 真如就是识相嘛 以政治 政治就是般若嘛 般若般若密 入诸法识相 那个真如嘛 所以这个名相 稍微 学了就讲究一点 没学没关系 既然学了 好 假如是 中观讲 讲般若 可是你知道般若是用来破的嘛 他不立的 没有一法立的 他全部用来破 破像 破有 他全部破 破破 有没有 破 你学了一堆这种东西 你问你自己 你诚实的问自己 你破了什么 你不但什么都没有破 你有的还是有 还很可能有一个很可怕的问题出现 就是恶 曲空 恶哦 恶曲空啦 断 断灭的空啦 恶 完空 断灭空 恶曲 恶哦 我老师 反正他不在 我老师不会发这个音 他每次讲恶曲空的时候 你听起来都是恶曲空 恶曲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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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会 我的国语好多了 恶曲空 你学不好 学中观就变成恶曲空 所以佛才会因为有这个毛病 佛讲空意的时候 不善学的人学成恶曲空 断灭了 所以佛才会讲第三十教 写生命迹 里头讲得很清楚 佛才会讲第三十教的 为是中道义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所以为是中道义 是这样来的 他就不会 他讲空 但是不会跳到 不会掉进去那个陷阱 不会掉进去那个恶曲空里头 讲不讲空 当然讲 但是他一直在扫 扫那个像 为什么 因为那个像不是石油 那个像是 四生便四义 是四变 有假说我法 有种种相传 必一是所变 记着这个 一是所变 一切的这些 我们为什么说他假 一是所变 所以你不会落到断灭空 但是好处就是 他在解构 他不会让你落空 因为他一定跟你讲 这个五蕴事件是怎么来的 结构 才可 才可以讲到解构 假如你不知道结构 你是无法解构的 你明白吗 解构的第一个条件就是 要先知道组成因素 组成你这个五蕴根深 组成这个五蕴事件的因素是什么 就是条件是什么 你这样明白吗 所以不可能落到断灭空 然后再去看一看 这些组成的条件是实有的吗 还是只是你坚固的习气 你坚固的习气怎么来的 你坚固的妄想来的 你坚固的妄想怎么来的 你坚固的执着来的呀 那你坚固的执着怎么来的 妄分别来的 虚妄分别有 所以阿赖耶士的体是虚妄分别 阿赖耶士的四项 就他的用啊 业用就是二曲二全 你记得吗 还好五点 还好因为我们第二部分还没复习 还没有 这样可以吗 好希望你们可以这么收 好希望 好希望 可以哈 好结束 开始第二 第二 好奇怪哦 这个学生应该还可以才对嘛 我自己觉得还可以耶 真的耶 我自己觉得还可以耶 那他为什么要骂我呢 我告诉你 我怎么自己心里建设 你知道吗 他为什么骂我 骂给你们听的 骂给你们看的 你以为他在骂我啊 我有什么好骂 骂给你们看的 骂给你们听的 你知道吗 要不然他骂两下 就不来了 骂两下哭了 骂两下 你有什么了不起 我干嘛 我干嘛要在这边爱你的骂 我不学了 我去 万一啦 骂你两下 你的法生会命就 少了一块 怎么办 我是这样子想的啦 你们说我想的对不对啊 对哦 所以他在骂我的时候 我心里就这样想 是骂给你们听的 骂给你们看的 只不过我做代表而已啊 是吧 所以老师在骂我的时候 你们要想成 他是在骂我 不是骂李莉哦 是骂 你们要想成 他是在骂 底下每一个的我 他是在 老师就是他 他在骂我 这样比较合理嘛 对吧 到底对不对 李师兄 对哦 对不对 现在应该你们啦 要换成是你们啦 真的 我当初也是 从白反明门论 老师是从白反明门论教我啦 不过他是一个教一个 第一天上白反明门论 那张纸我现在还留着 一个淡蓝色的 有阴面是印什么东西的 那个反面 可以写字对吧 第一天他在上面写 吓死我了 他写什么你知道吗 五遍形五别境 然后就是写五十一个新锁的意思啦 善新锁 烦恼新锁 然后不定新锁 五十一个 第一天 叫我拿回去背 第一 第一天上课 第一天 我说太多了 哦太多了 太多了你就挑一挑好了 我不知道他在射陷阱给我挑 你知道我那时候真的是纯洁可爱 我不知道他是在射陷阱给我挑 新锁还优得你挑啊 就我说太多了 他就说那你挑一挑 我就说很高兴还可以挑一挑 这个老师真的很好 还可以挑 我就挑嘛 挑 你们知道我挑什么吗 当然挑善新锁嘛 可是五遍形五别境是一定要挑的 因为那是新的机制 他是一定 他是中性的 他是中性的 然后这个中性的新的机制 会变成染 还是善 是底下的新锁 就是善新锁跟烦恼新锁 让他染 还是让他 好 就是 就是善嘛 前面那个五遍形五别境 那只是新的机制 他是没有善染的 他是中性的 所以那个一定要 因为你不知道那个 你就不知道新的机制了 这样懂我的意思吗 然后你要让你的心是怎样 当然是善嘛 对吧 谁要挑什么烦恼新锁 更何况烦恼新锁26个 哦 有够多 对 根本烦恼6 谁烦恼20 太多了 是不是 我挑 就是变形别境 10个嘛 然后31个才21个耶 21个耶 可是烦恼新锁就已经26个了 太多了嘛 这李丽 这聪明的小孩 哪会 对吧 跳到他的陷阱里头 以后就常常被他笑 你这是什么新锁 你这是什么新锁 你还 你还挑了 所有生起来的新锁 还由得你挑 还由得你挑 好 打开课本 我们要来复习了 白板拿出来 白板 白板 白板拿出来 我们画重点之前要先看看白板 好 这个其实就是 我们大脑的功能其实就是这样 大脑的功能怎么样才会才会大脑里头有念住 有种子啦 念住 有这个真的真的这个 就是要透过隔一段时间就整理 整理 怎么整理 当然是复习嘛 复习嘛 怎么复习 不是从头念到尾一遍叫复习 不是 其实复习都只在重点上 所以你要先知道重点在哪里 画重点 大脑的功能就是这样 你白天假如这样子做过 你就知道了 你第二天早上起来 你就知道什么叫念住 这个就是觉悟于前 很多同学是有经验的 就是这样子来的 整理复习 重点 focus在重点上 那你要先知道重点在哪里 要画重点 好 我们先看总标纲要 同学注意哦 这个总标纲要 这个总标纲要 是阿赖耶士的总标纲要 不是摄大称论的总标纲要 先知道我们现在在复习阿赖耶士 我们不是复习整个摄大称论 摄大称论的总标纲要 是十个书胜书胜语 那我们现在是在做阿赖耶士的总标纲要 不是摄大称论的总标纲要 好 这个总标纲要在我们开始讲阿赖耶士 就是所制一的第一天就讲了 12月18号 你看我这个线铺多长 现在都五月了 不不不 现在四月 四月底了 你看我的线 我的拉多长 好 12月18 翻开来 翻开来12月18 这个我们从12月18号开始进 所制一分 好 然后我就一开始都还没有开始学 所制一 我就开始先给同学一个总标纲要 我的用意是 不要在不是那么重点的地方 花了那么多的时间 你们很会干这种事啊 一开始就告诉你重点在哪里 在重点的地方 多花一点时间 多用一点心 这样知道吗 一开始我就告诉你总标纲要 就是你要朝着这个方向走 不要走错了方向 好 总标纲要是在讲 阿赖也是缘起的总标纲要 我底下一开始就说 所制一的总标纲要 所制一出体 你要先出体 出体就是阿赖也是 所制一就是阿赖也是 阿赖也是就是所制一 所制就是这一切的境界 人事物一切法叫做所制 所制的一是什么 根本是什么 一元是什么 就是阿赖也是 明白了吗 明白了吗 好 那阿赖也是 我底下写的这个 总献相勋 是口诀 什么是阿赖也是 阿赖也是就是 总献相勋 这是口诀 你现在学 学完体相 你应该很清楚了吧 阿赖也是是什么 勋习嘛 有勋习才会有种子设常 要不然种子哪里来 那种子怎么来的 一切杂染贫乏的现行 与此设常为 果性 它是你杂染贫乏现行 就是这个 这个转世 这个这个这个 现行 第六意识的分别 这个现行以后留下来的 后势力 可是这个留下来的后势力 设常了以后 假如你常常这样 常常这样 这样熏它 它会变成很坚固的喜气 你这样懂我的意思吗 它自己会有这种 这个力量 辗转的力量 这个我们又叫做 organic 它是有生命的 就是有机的 它会feedback 它自己养自己 它会这样 feedback 它是有生命的 辗转辗转 好 这个是总献相熏 这是口诀 总献相熏 我们把它讲完整 总献相熏 讲完整 这个口诀就是 no 现行 熏 种子 种子 起 现行 就是这四个字 总献相熏 或者你把它用六个字 口诀六个字 现 熏 种 种 生 现 或者你用八个字 现行 熏 种 种 生起 现行 都完全一样 看喜欢用四个字 喜欢用六个字 喜欢用八个字 还是喜欢用比较长的 到最后十几个字好长了 这是我常常跟老师以前在玩的游戏 用两个字说 熏息 用三个字说 种 熏 现 就是它的那个 我们刚才说解构的时候的那个 因素 一个是种子 一个是熏息 一个是现行 这是它的因素 还没有讲它的关系 它要有这三个因素 才会有熏息 总 现 总 和熏 和现 你要用三个字 你要用四个字说 总现相熏 这样好吗 下面你要用几个字 你就自己想办法 为什么 这就一直让你在这里徘徊 熟悉它 是这个用意 它没有任何必要性 你可以不要做这种事 可是 假如你自己跟自己玩这个游戏 你会越来越熟 越来越熟 熟这种迷眼熟这个法意 懂我的意思吗 是 以前老师最先开始 他跟我玩的就是 是要说到十个字 从是是一个字对吧 要说到十个字 一个字是吗 两个字 哎呀为是吗 我管你的 反正只要有是就好了 这个游戏规则只有这样 要有是 其他随便你了 三个字为是是吗 四个字 万法为是吗 还有别的很多啦 为是无意吗 都有是 只要有是就好了 五个字六个字 七个字八个字 九个字 说到十个字 你们自己跟自己玩啊 好吗 这样子只是叫你 跟他很熟悉啦 常常跟他在一起 跟他在一起 好不好 好 然后这个总现象训会怎么样 会有什么现象 横转如暴流 所以阿赖耶士就叫做 阿赖耶士就叫做横转如暴流 好家在虽然横转如暴流 但他是无负无济性 横转如暴流 所以一开始就讲了 所知义是什么 是阿赖耶士 阿赖耶士是什么 总现象训 他的现象呢 横转如暴流 横转如暴 这样懂吗 好 那现在 前面 前面就是让你高兴的啦 知道几个 后面才是真的 才是真的要好好的去修止观的 为行 为法 为事 为因 为果 这个就是原性原起 无为 无为 这就是原性原起 在于解释地论里头 这就是原性原起的定义 五为 这是什么 原性原起 是一个横转如暴流的 总现象训的什么 形象训上面 在这个形 那怎么样会形象训 事业果三世辗转起 用不停嘛 那形象训 在这个形象训上面 形象训 你不要把形象训当做什么都没有 他就是形象训 不是 在形象训上面 有各种分位差别 有的时候是种子位 有的时候是现形位 可是不是这么 不是这么就是 就是两个种子跟现形嘛 不是 种子 种子也是生起灭去 然后你以为生起灭去就变现形啦 哪会 生起灭去还是种子 它是在受勋而已 你要懂我的意思吗 到什么时候 我告诉你 你总是有一天啦 它会 一手了 也就是所谓的 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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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总是有一天会显现 这个显现通常就是这个 熏习的量变引起的质变 它就显现 你要记着显现这两个字 你不要说有生 有法 有什么 没有 只有显现 显现 所以从一开始 我学的就是这样学 我在教的时候 我也是这样子教 只有因缘和合 成熟 显现 这是一个动态过程 种子六一跟缘起八一 显现 已经有一个显向了 那个显向 显向 现前了 就是处所处了 就是第六意识的分别 受用缘起了 到后面 好 这个都是形相序上 分为差别 然后所有这一切法 重点出来了 假明安 地 为什么 因为形相序都是 为是欣欣而非 故故 它不可能有相 假如一个行为是 为是欣欣而非故故的 它一直都是 刹那灭 刹那灭 生起精灭去 我问你 它会有相吗 不可能 无相的 那相是什么 假明安利 相都是假明安利 假明安利 所以只有几个字 形相序上 分为差别 假明安利 可是里头 你非要把阿赖斯 圆起 全部 像现在这么熟 你才有办法解释 解释这几个字 这才十二个字 对吧 三四十二个字 它的体 是虚妄分别 可是现在讲 最难懂的就是这个 相 假明安利 它是二曲 二曲心 取相分别 这个很难懂 我们修指观也都是在 在这里 重点在这里 取相分别是怎么来的 这一切法都是取相分别 明示护为客来的 明示护为客 其信于寻思 什么什么 下面呢 于二一当推 重点 为量 即 为 假 对 明示护为客 后 后头 同学们 你慢慢要很知道 你 假如已经可以 这些都知两位文师的东西 你可以弄熟一点 你开始修指观 或者至少随准修指观 不是正修 不是正家型的修 你可以随顺修吗 你随顺修指观的时候 你要知道把重点放在哪里 明示护为客是什么 明示护为客是在看你的心 它是内处法 它是内道场 与其相应的东西 也就是要看你的心 观影为是心 所有一切设法都是影像 二所现影的影像 为是心 要这样看 要一直这样看 你这样子 你促进的时候 很难 所以你先修远离 但是慢慢慢慢慢慢 这个 慢慢慢慢会会会 越来越熟 这个法会在心上 就是念住了啦 有了念住以后呢 对到境界 就有希望了哦 这样知道吧 你只要不要那么快 被他牵着跑 马上回来 变成是内处 记者 假如你不是修内处 佛会不高兴 世尊不悦 记者 你不要一天到晚搞 你学佛 可是一天到晚搞的 就是让世尊不悦的事情 没意思嘛 没意思嘛 没有意思嘛 你干脆去学那个 那个 后现代主义 还好一点呢 我跟你讲 没意思 我跟你讲哦 有人哦 学佛学了一二十年 也不知道自己在学什么的 哇 一听到 像我刚才讲的那些 后现代主义的东西 大欢喜心生起来 我终于搞懂了一点 知道在说什么 就不学佛了 真的不骗你 可惜啊 就像那个小儿啊 被那个 一个棒棒糖 或者一个波烂骨 就骗走了一样 很可惜 根本不知道好东西在哪里 以为那个就是好东西 好 再来 好 就完全出体了 阿赖耶士元起了 总标刚要的 真的出体在这里了 熏息跟色畅 熏息 色畅 这个叫阿赖耶士的剑分 就是他的作用 他的功能 那他的相分呢 就是他的 他的相分呢 就是受薰 持种 更生气 去后来先做主攻 五个 没关系 现在不要问这个 还没学到 这是 这个是八识规矩颂 八识规矩颂是 陈卫士论的钥匙 陈卫士论是 就是陈卫士论的抉择分 那陈卫士论是三十颂 三十颂 他在解释三十颂 三十颂是 本地分 所以 一定要把三十颂都背起来 慢慢背 慢慢背 熏息色长 解释一下 熏息色长 熏息色长 解释一下 就是底下讲的 事业果 就是 事业果就是因缘果 事业果 这三世辗转起用不停 我这边写 事业果三 辗转起用 这就有了五云时间 有了我们两个的受用 一个是 受用 更生 一个受用 期节 我又 一开始 总标纲要分 我这边就提出来了 你们一定都不太懂 可是没关系 记着 本来空极 念念相续 好 这个 这个是总标纲要 然后底下要开始 进阿赖耶斯咯 阿赖耶斯一开始 就给你总科判 就是下面的 第二 总科判 阿赖耶斯的六门分别 具意 这个在引教 解释 那个阿赖耶斯的名称怎么来的 就是色藏诸法 一门就两个 阿陀纳跟心 阿陀纳的keywords 关键字 就是色词 色词有两个 色词 就是直词 直词有两个 两个 一个是直授 一个直取 阿陀纳 心呢 心的keywords 就是肌疩 就是肌极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基据 的 基集 现在我们 一直讲 体相 讲了这么久 现在才第3门 体相 体相 是什么 三相嘛 字相 音相 果相 体相 这样知道吗 你这个搞清楚 你底下抉择就很清楚了 你转一的时候 是要从染转成静 对吧 然后差别是在讲种子的差别 种子的差别 他讲了三种差别跟两种差别 两种讲法 三种差别就是明眼种子 有知种子 有知种子就是业 业种子 跟我爱或者我见我知都可以 我见种子 两种就是贡业种子跟贡业 这个贡相 这个贡相 我们外面这个世界 贡相的种子跟 质业的这个质相的种子 两种 性是很简单 无负无忌设 这样子已经有 六门哥分别的概念了 对不对 好现在开始要 这是很快的讲总科判 然后就要开始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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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跟同学 跟同学讲 好翻开 12月18下一次就是25嘛 下一次就25嘛 翻开了吗 不能都讲了 都讲 我们的流转 就是轮回 其实只是一件事情 就是搞不清楚是幻世 然后跟幻世 种种纠缠 然后后面有一个 在幻世中 久久 种种纠缠 有一个 有一个经典的比喻 就是扬艳路可 然后还有一个 出自大制度论里头的比喻 就是恶狗 恶狗临颈 扬艳路可是我们 我们自己解身密经里头的 经典的比喻 恶狗临颈是大制度论 出自大制度论里头的比喻 可是真的生动 非常恶狗临颈啊 很生动 好 这个地方开始进入六门分别的 第一个 尹教 那这个地方讲了 尹教这个地方 尹教市民这里 不是有四句话吗 一二一二 不是有四句话吗 有没有 一二一二 有四句话 对不对 这四句话 就是课文的重点 这四句话 就是课文的重点 你画重点的时候 就是画这四句话 我们阿赖伊斯是从十一页开始的 所以你就从十一页开始看 这就是画重点 我们的重点都是出自课文 就是尹教来讲的 好 第一个 第一个 我自己全部的 阿赖伊斯 我是从这一个诵开始背的 每次我都从这个诵开始想 五死十来戒 一切法等一 由此有诸去 其涅槃正德 然后这个完了以后 现在开始正说 所之一 也就是阿赖伊斯的时候 从这边下手 由色长诸法 一切 总之事 这个就是来解释前面那个五死十来戒 戒是什么 戒就是这个 总之事 一切总之事 那一切总之事怎么来的 由色长诸法 顾名阿赖伊斯 胜者我开释 好 那这句话 在底下你看第二句 那个白板里头的第二句 有没有 有色长诸法 一切总之事 顾名阿赖伊斯 胜者我开释 这第二句话 然后第三句话呢 就是接着下面的 为什么阿赖伊斯叫做阿赖伊斯啊 就是色长种子 那色长就是色长诸法啦 就是色长种子了 那这个又是怎么来的呢 种子怎么来 怎么色长的呢 就是底下解释 一切有生杂染贫乏 于此色长为果性故 又及此事 于比色长为阴性故 这个假如你背不起来 你就背我们今天讲的 今天讲什么 诸法于色长 诸法一耳相 庚护为果性 异常为阴性 你就背这个 最好都背得起来了 知道吗 这个 现在讲的这个重点 它为什么这样写 它的重点放在能长所长 那阿赖伊斯是三长 色长是有三长的 能长所长还有一个直长 直长就是下面这一句 或诸有情色长此事 唯自我 自我出来了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感觉 自我 自我出来了 这个也叫阿赖伊斯 可是通常我们把这个 这个自我 我们通常我们不叫阿赖伊斯 我们叫阿陀纳斯 它就是第七末纳 好好想一想 阿赖伊斯就是色长诸法 那我们一般的人 什么叫色长诸法 就是你那个 你那个里头 无量节的 那个记忆 可是问题是 我们无量节来都是贪等熏息 所以你的记忆不是保障 有什么好 你现在要 那个叫一子性 你现在要 同样用这一套熏息的理论 可是你现在要建立的是 一负一子性 它是心熏种子 它不是 它当然不是本 本注种 它也不是巨生的种子 它不是 它不是 因为巨生的种子是 阿赖伊斯里头 贪等熏息来的 可是这个不是 这个心熏 我们现在子 一负一子性 是要建立菩提种子 它是心熏的 可是这个心熏的来源是圣言量 知道吗 切莫信如意 如意不可信 这个一定是圣言量来的 最极清净法界等于 好 这样子 所以底下有讲 阿陀纳士跟心 这两个一名 一名分 然后你就可以翻到 要讲 要讲体相了 十五页了 十五页了 好 你的课本就可以翻到十五页了 就是下面的白板 种子 我们下面 1月8号的白板 最重要是要讲种子 熏息的重点就是种子 对不对 什么叫熏息 就是熏息的结果是什么 受薰持种 就是种子 那种子会怎样 种子会代源起现形 就是种子会易熟 所以重点都在种子上面 好 那种子 我们要转世成智 要转世成智 从哪里下手 从圣言量多闻熏息下手 对不对 这个就是在心熏种子 所以种子本来分 本性助种跟习所成种的 本性助种你不要管它 你就不要管它了 那个是就是本性助种 人人本聚的 然后再下来 习所成种 有没有两个 一个随着你的根生 你这一期的果报体 根生就有了 我们叫聚生种子 有没有 我告诉你 它就是我执法执为主的 巨神种子 然后心熏种子 我们这一期的果报生 这一期的生命 来干什么的 来心熏种子 可是不是贪等熏息 不是干那个轮回道 贪等熏息 是要正闻熏息 这样知道吗 就一负一止心 好 这是重点 因为我跟你讲 修行一定从远离下手 你会越来越清楚 为什么一定要修远离 所以同学你们现在假如还 不觉得修远离有什么必要 自己还蛮高兴的 每天 我不讲了 好 再来1月15号 1月8号 对 下面就1月15号 1月15号要讲 诸法的因是什么 诸法的因就是种子 也就是 也就是 你为什么要学这个呢 就是为了要学 这一切法师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阿赖也是缘起 那阿赖也是缘起 这里出体 阿赖也是缘起 这怎么回事啊 也就是阿赖也是 是怎么回事啊 阿赖也是就是虚妄分别 那虚妄分别 你不要以为你懂得虚妄分别 你是完全不懂 什么叫虚妄分别的 所以再跟你讲 虚妄分别 虚妄分别是讲他 比较后面 那个比较难懂的 看不到的那个 后面那个体啦 自信啦 可是你看得到的是 你在搞 搞二取二全 这样明白吗 就是业用 你应该偶尔会有警觉 哇 我又在二取二全了 我有我的习气做主 顺着我的习气二取二全 那你就搞三种分别 具足了 这样懂不懂 二取二全 心的分别 第六意识的分别 第六意识的分别 见分取向分 第六意识的分别 就是二取性 我们叫二取性 你看后面别名的时候 初体 这个时候才正式 第一次讲阿赖 也是缘起 我的初体就已经 把你引到 诸法于事常 事于法义耳 根护为果性 异常为阴性 这就是熏习意了 好 这一句是我们 色大参论本论里头的 下面那个出自愣且经 由熏起意 他以此生颠倒 如是互为缘 辗转生相续 好 底下有一个预说了 预说预说 就是刚刚说的 很生动的那个 恶狗临警 好 这个 可以吗 好 再下来 二月五号 二月五号 我给同学看一下 辩中辩论里头 最重要的几个诵 因为辩中辩论 是我们要离掉两边的 为事的中道义 所以自己试着把它背起来 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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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把它背起来 要不你问一下 我们班大师兄 你一问他就 你要问哪一个 他就背哪一个给你听 你知道吗 你不要以为背不起来 你不要以为 何况你们还年纪比他小一点点 班上年纪比他大的可能只有我吧 不要以为背不起来 人家能背你就能背 何况你还比较年轻 常常想一想六八十二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处 在处处处 处所处 就会有二果鱼 就流转到 好 再来二月十二号 都讲了 你看我又一次 我又一次结在 五死时来界一切法等一 由此有诸去及捏盘正德 然后简单的 这句话简单的讲 就是本来空极念念相续 同样的意思 简单的讲 就是本来空极念念相续 好 我要把重点放在 旁边那个PS 旁边有一个PS有吗 好 同学 我在这里PS这里说 要反复的修这三个东西 洗 回到安班念上 回 回 回到安班念上 这个叫 你的自心 要把它放在 你的呼吸上 它就不会跑到外面去攀圆了 洗 回到洗 洗 安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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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班念上面 反复的二六十中 常常行住坐卧上面 每次 这个机会太多了 两三分钟 两三分钟 你就可以回到 回到安班念上 慢慢慢慢练习 练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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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不要那么喜欢在外面攀圆 那个念念相续 练习 你偶尔心是极静的 回到安班上 心是极静的 练习这个 练习你的心啊 就是 鼠息啊 看着呼吸 假如看着呼吸 你的心没有办法寂静 那你就开始数 你就开始数 让你的心 很熟悉 回到安班上 回到安班上 你不回到安班上 它就是在外面嘛 就是这样嘛 它就在外面攀圆嘛 又散乱嘛 这样可以吗 要有这种念 念 念就是铭记不忘 这件事情要一直做 铭记不忘 知道吧 等到你的心 随时都可以指得下来 你的心有了专注力以后 你就要开始修想了 想 就是正念正知了 好 反复反复反复 做这个事情 养成习惯就好了 好 2月19号 2月19号 在正说的时候 是要进到一门 所以就在 这里还在讲阿陀纳士而已 就在讲阿陀纳士的 那个 那个 指寿跟指取 可是我今天复习 我的重点不放在这里 我的重点要放在 PS的 PS2 PS2 回顾一生 有没有 不是回顾我的一生啊 我的一生不关你的事啊 你要回顾你自己的一生 知道吗 我在上课的时候 我有举例 是用我自己做例子 所以我是回顾我的一生 因为我不知道你的一生啊 可是你在家里做这个练习 你是要回顾你自己的一生 不是我 不是回顾我的一生 知道 不是把录音带拿出来听 李莉的一生 我的一生关你屁事啊 可以吗 所以这个时候你回顾你的一生 你这一生快要过去了 没有你们不是啦 你们还年轻 我啦 我这一生快要过去了 我这一生快要过去了 我回顾我的一生 我回顾我的一生 是最大的虚妄和谬误 还是最大的机会和欢喜 我要你们把重点放在这里 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做 Golden Age 把重点放在这里 好 再来 2月26号了 快咯 快咯 不急 很快的 很快的 2月26号了 2月26号 还在讲一门分 一门分里头 这个时候是在讲一门分里头 他又有分大声说 声闻说 还有义说 还有义说 好 我是比较不喜欢 这个 这个我希望你们在 复习这个的时候 把重点放在 刚才讲了 阿陀纳是 我们是把重点 重点放在他的那个杂染 就是职场 职 放在他的杂染 就是职场 我职法职上面 那就是这个我职法职 让我们有情日夜 正昏迷 把重点放在这边 横审施良 我香水 我啊 我啊 有情日夜 正昏迷 那这个我 有仁我和法我吗 我之和法子 这样子你就会是二国鱼了 有二国鱼 一定有三四鱼 这绝对的了 所以你就会 进到三月四号得到 就从这个二国鱼 你就会得到这个 PS的第一个 生命本来是恩典 却被我们活成了苦果 二国鱼 被我们活成了苦果 然后想一想 为什么 因为你跟 患事纠缠不休 用恶狗临颈的比喻来想 底下那个二 世人一 世人为什么是颠倒的是无名的 因为一鱼两边 这是鼎鼎有名的什么经 沾 加沾眼 对 这是鼎鼎有名的加沾眼经 如来 鲤鱼两边 如实正观 好 这个 同学们 我比较希望你们 把重点放在 PS的三 不要去想那么多的 道理 像加沾眼经 把重点放在三 我们都是愚痴无闻凡夫 不是在讲别人 就在讲自己 讲我们自己 我们都是愚痴无闻凡夫 我们的我贱 就是你的我执法执 刚才讲的我执法执 这巨生的习气 什么时候生起来的 在五寿运上面 生我贱 你本来五寿运 就一定带有巨生我执 巨生法执了 可是这个时候还会生 分别的瓦子 分别的法执 自信件 差别下都生了 那五寿运是指什么 就是处了 根层是处 处 那个所处 你要看得好清楚 一直把六八十二放在心里 常常去思维一下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观五运 或者四四柱 都一样都完全一样 把重点放在这边 再来三月十一号 你看多快啊 三月十一号 三月十一号 有非常非常难的 论上面的句子 叫做 我熏习能全 何为所全 好再来 我要快 我要快 你们自己回去想 想不通 就把录音带 再拿出来听一下 三月十八号 三月十八号 已经体相要 很详细的讲了 先安立志相 然后音相果相 志相就是熏习嘛 可是在熏习里头啊 同时有两件事 一个是熏常 当然是种子嘛 常种子嘛 一个是熏献 就是易熟了 这两件事 这个都叫做熏习 好 那这个重点在熏习两个字 所以回来看二 就是往后面看 看二 这个已经讲过好几次 我们照样再看一次熏习 熏习现在 叫我们不要一指你那个 跟你讲了很多 切莫性乳意 你的乳意都是一指性的 不要不要 不要用一指性 用一负一指性 可是一负一指性 就是三根种子 或者叫菩提种子 不会那么容易就有了 你必须符合 三个条件 才会有一负一指性 第一个 故失业 第二个 硕硕串习 第三个 猛力的义乐 才会有这个 一负一指性 就是它是种子 但是是圣 圣功力所有的种子 从哪里下手 多闻熏习下手 那我们学这个要干嘛 我们要干嘛 要转一啊 不要一天到晚就讲那个 哎呀 慈青出家 四心达本 解无为法 没效啦 没效啦 真的没效 所以慈青出家 对我们来讲 你看到这个 佛这样子讲 你的意思 你要很清楚 佛的意思叫你修远离啦 不一定要真的把头发剃掉啦 但是一定要修远离 在家 你在家的身份 不是你不修远离的借口 知道吗 绝对不是你不修远离的借口 慈青出家 叫你要修远离啦 然后修远离干嘛 你才有机会四心达本嘛 四心达本 要修远离 身远离心远离 怎么四心达本 奢魔他的 奢魔他的 跟匹婆舌纳的三魔地啦 就是修止修观啦 可是你以为修止修观会 会很容易吗 要常委所做 常委所做讲 就是无间因众 也就是精进而已啦 常委所做的意思就是精进 所以我们说大乘唯一的善根 是什么 精进 前面讲了那么多种善根 可是到最后 你其实都具足了 你都没有问题了 只剩下一件事情 一直一直到成佛为止 都在用的善根 就是精进 就是精进 这是成佛的善根 精进 底下跟你讲解无为法 无为法 现在我们都是用文字在 在讲给你听 这是解 真正无为法 只能用悟的 要正悟的 绝对没有说你这样解无为法 你就已经是得到无为法 哪有这种事 都是有为法 可是它是无漏的 有为法 OK 你要怎么做 慈亲出家 世心达本解无为法 你要怎么做 下手试 按半念 知道吧 这个口诀很简单 这你要怎么做到 慈亲出家 世心达本解无为法 名曰沙门 沙门就是修行人 怎么做到 口诀很简单 口诀真的很简单 就叫做 可以很多种讲法 你可以讲第一个 习念想 就是修安半念 习念想 然后正念 正念正知 正念正知 你可以这样讲 或者你讲 深远离 心远离 止 就是什么他 止 然后观 皮破身那 然后长尾 就是金金 一定是这样 只有这样 没有别的路 这个 没有别的路 假如你以为 有别的路 你最好来告诉我 我就会跟你讲 为什么不对 假如还有别的路 一定不对 然后3月25号 要讲到音像 还是体像里头的 第二门 音像 音像 好把重点 放在两个比喻 非常非常 重要的比喻 把重点 放在两个比喻 明灯 跟 邪一 放在这两个比喻上 明灯的比喻 这个经典的比喻 它是在理上面 告诉你 任何时候 都是三法 只有三法 才能 成就一个法 而这个三法 你以为有法生吗 那个法 你认为有法生的 那个法是幻象 就像焰 事实上 只有柱 在烧 柱就是一切种子 知道吗 烧呢 也 也 置业所做 置业所做 就会有因果 相续 相四转 好 邪一呢 叫你要知道 抉择 抉择 进朱者 赤进末者 嘿 你要 你要哪一个 你这样懂我的意思吗 它叫你 抉择啦 你不要一天到晚 做无闻 凡夫 无名 处所处 不要这样子 一天到晚 你的处所处 都是无名相应 不要这样 这个是邪一欲 知道吧 都是三法 都是三法 每次 你要养成这个习惯 一定是三法 像你熏习 就是能熏所熏 跟熏习嘛 你修止观 对吧 能观所观 观察嘛 如理的观察嘛 这样懂吗 好 到四月了 要开始进呢 要开始进 种子六一 缘起八一了 四月一号 讲两种缘起 两种缘起 然后要讲 种子六一 和缘起八一的时候 先跟同学 讲一件事情 就是谁为先 谁建立 谁合合 合法生 你这个要尝尝 这是一个 我们修止观的时候 得自问自他 谁为先 那当然种子为先 可是种子 不是自己有的呀 种子不是有吗 诸法于四常 才会有种子吗 种子 谁建立 当然是缘建立呀 可是缘是什么 缘 缘有很多很多了 种缘啦 可是缘里头 最重要的是 业 业缘 业缘叫做圣缘 对不对 可是有 因 有缘 就一定会 就一定会有法生吗 不会 要合合 就是你真的要去做 做 要做 作业 要做业 谁合合 作业 然后合法生 这个问题真的是 合法生 谁讲什么 刚刚 自己去想 好 我们要开始讲 种子六亿 缘起八亿 之前知道自己的 十九种无知 那我们现在 从修行无知下手 要在处这里 处处这里 特别 这里 特别的小心 每次 每次颠倒无明 就是从这里生起的 处 处处这里生起的 到四月八号咯 四月八号讲 种子六亿 和缘起八亿了 你只要能够回答 一个问题 有生否 有生否就好了 好 再来 四月十五号 佛讲这个 生生缘起的 种子六亿 缘起八亿 为了什么 为显无我 这就是缘起 佛讲缘起八亿 的总标中 那个 离 有情 义 是缘起义 离有情 我们 我们叫做 就是离就是没有啦 无啦 有情就是我啦 无我 所以你在 你在所有 学这些法义的时候 你都要知道 我们的目的 不是要去学那些法义 我们的目的 都要走向 无我 你的方向就对了 假如你的目的是 生起来一切的法 一切 哎呀 好多的名相 那你就错了 其实你的方向就错了 你的方向都是要对象 无我的 对象 无我 记着圣公立 一定要记着 好 4月22号 这已经好接近现在 所以不用复习了 对吧 不用复习 上礼拜而已啊 然后就今天了 好 现在画重点了 画重点 重点其实刚刚都讲了 画重点 从阿赖也是 所知一 十一页 开始画 所以我们画重点 课本的十一页到十九页的重点 知道吧 十一页的重点都已经画了很多遍了吧 好 翻过来 这个阿陀纳斯就是第七莫娜要单独去学 这里是远远不够的 一定要单独去学 这边远远不够 这边的重点是在第八 阿赖也是 恭喜你们 翻得很快 十五页 开始体像门 三项 三项刚刚都有复习过 三项 然后有一个很难的 很难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写得这么难 还有一个很难的句子就是 这里在解释训习 他用这种解释方法 训习是能权 就是你这一念心 那何为所权 所权就是这一切法 可是他这样讲就好了 为什么要 训习能权何为所权 好像好难 然后底下说 为依笔法 就是一切杂染凭法而现行的那个法 跟那个笔法现行的杂染凭法 同时 因为他说聚 聚生聚灭 同时 始终有 有什么 能生笔因性 这个受心始终很清楚 对不对 对吧 这个叫做所权 好 然后阿赖也是就这样子生了 而且阿赖也是这样相续相续相续而生的 就是横转如铺流的 所以你要记着 事实上所有阿赖也是里头的种子 你千万不要像有的书上面 或者有的人这样教 把阿赖也是当成一个 一个 画一个大圈圈 比如说 或者画一个好像电锅一样 然后种子就是里头的你 一个一个 千万不要这样 或者画一个仓库 里头很多很多 一个房间嘛 里头很多很多的稻子啊 麦子啊什么的 千万不要这样 求你们了 千万不要这样 千万不要这样 千万不要 我不愿意去说那样子 可是千万不要这样 好 因为阿赖也是不是这样 阿赖不是那个一个仓库里头的 那个一点一点一点的种子 为什么 阿赖也是从来没有静态过 阿赖也是横转如铺流 阿赖也是从来没有静态过 你把它想成一个仓库里头的那些静态的 那些东西放进去就放进去了 阿赖也是从来没有这样过 进到阿赖也是里头就从来没有一颗一颗过 它就是一种功能性 能生比功能差别 能生比功能差别 它就变成是能生比功能差别 它从来没有静态过 你知道吗 怎么可能那样子画里头 那样子然后那个东西还 还跟你讲 这颗就是赞种子 这颗就是 就是什么什么杂染的种子 然后遇到圆 这个又起现形 这个又起现形 我的老天 全部那些 我不管你以前听过什么或干嘛 你都依着色大称称重新学习 OK 重点就是什么是音像 十六月导书第三行 阿赖也是与笔杂染组法 同时 跟户为音 这就音像 然后经典的比喻 明灯一定要花起来 常常去想明灯 明灯 然后下面回答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假如阿赖也是无父无忌性 他无就是这里无意无杂 那么为什么 以后预言起现形的现形法 又是又是又是有意有杂的呢 这样懂吗 就是这里头的 血医域 所以你要很小心你现在的境界 不要随便到外面去碰 你外面碰什么境界 我问你你外面碰什么境界 你到外面去你看得到法性 虽然一直都在 你什么时候看到过法性 你看到都是习性 你什么时候看到过法性 你以为反正我本具 我这是本处种的 本具的我的法性 你什么时候看到过法性 所有你的处所处都是习性好不好 同意吗 你根本绝对输他的了 你绝对输他的了 所以你只有唯一的办法 修远离 让自己慢慢长大 有一点功夫 你知道吧 你现在是拜山学义的时候 不是下面 不是下山去 跟敌人面对面 你死我活 你绝对死的了 你死我活 你绝对死了 你可以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你不要一回家碰到女儿 女儿一跟你发牢骚 你就死了 你的习气就陷起来了 你知道吗 你的习气就陷起来了 我说的你的女儿是成年人 三四十岁的 小孩子当然不能这样子 你不能这样对她了 小孩子不行 小孩子 小孩子还是 还是要熏她的时候了 她已经 她已经 几十岁了 四五十岁了 你回去碰到她 你就没职了 你都是被她熏的 她 好像你的主人 主宰 她 讲两句好话 妈妈 我好爱你哦 你就高兴死了 讲两句难听的话 都是你害我 害我现在生不如死 你就觉得完了 我完了 我完了 到底谁是主人啊 就是你被她熏了 你懂我的意思吗 你千万不要以为 永远你是能熏 她是所熏 不是能熏所熏 看谁的功能比较大 功能强的就是 比如说现在 照理来讲 同学们 按照道理来讲 现在应该 我是能熏 你是所熏才对嘛 假如你的心 是一个干净的 杯子啦 是一个干净的容器 那么应该 我是能熏 你是所熏嘛 我往里头放 放 圣言量 这个叫熏习嘛 对吧 能熏 熏 所熏嘛 对不对 不然 不一定 现在也许你在下面 一直都在 你有一个你自己的标准 就是你的自信件 要进入你这个杯子 要先看看 你的自信件 容不容许 她进来 你知道吗 才不一定的 能君所君不是这样分的 你自信件好大 你永远都是你是能熏了 你自己了 好 这个地方两个经典的比喻 多放一点在经典的比喻上 再来 再来就到今天了 就不用复习了 十八页 就开始 五送 二送 用这个科判 练习做科判 二师更户为原 好 结束 这样知道吗 重点都画了 对不对 回去知道 一定要这样子做 这就是我们大脑的功能 本来就是这样 你不要以为天上会掉馅饼 绝对不会 好 这位大德请合掌 恭念回向祭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从恩 下祭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菩提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菩提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菩提心